第1601章 血炼天地 万劫雷玉 目风咆哮 一掌喷发血雷原力 凝聚万劫雷玉互助自身 轰 轰 轰 车 术道剑光劈在了万劫雷玉之上 万劫雷玉能量爆发不停抵挡狂暴的剑芒冲击 破 目风体内雷黄近期爆发 一同反冲而出 冲散了劈来的九道剑光剑戏 什么 竟然挡住了 光明教皇脸色大变 而这时 目风原力凝聚成天级风暴 凝聚在了剑的周围 化为了雷霆暴风剑戏 凝成一柱 暴风剑柱 沙 一剑刺出 青黑色暴风剑柱轰然而出 贯穿千米虚空 锁过空间全部寸寸破碎 狠狠冲击向了光明教皇 光明护盾 光明教皇怒吼 神通发动 凝聚三重圣光护盾 那暴风剑柱也直接狂暴冲击碎了一道又一道圣光护盾 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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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到百米后的圣光护盾直接被洞杀轰破 可怕剑柱冲击在了光明教皇身躯 啊 光明教皇惨叫 肉体被暴风雷溅起撕裂 一块块血肉被切得绞碎 最后在剑气风暴中只剩一具晶莹的白骨 白骨随后也碰得一声爆炸碎开 光明教皇 魂飞魄散天地之间 暴风收了天际风雷 血雷原力 口中也是一口鲜血吐出 被反噬得受伤不轻 教皇陛下 无数人见这一幕碑呼出声 教皇 是无数光明教徒的心中精神领袖 如今被暴风杀了 多少人心中最后的一点精神支柱也破碎了 光明教徒 投降不杀 再战者 杀无赦 暴风怒吼道 声音回荡八方 无数光明教徒面面相许 一个歌眼眸中全是赤红色 愤怒至极 修罗魔子 回我圣教 杀我教皇 和你拼了 无数人咆哮而来 竟然失去理智反扑杀来 可见这光明教徒洗脑的功夫到底是有多厉害 能让这些人追随到这种地步 这是你们逼我的 暴风双眸中也闪现出了狠辣神色 他手中 多出了一块血色神域 修罗神域飞射天空 暴风一身的血圆力 全部涌向了修罗神域中 宛如一条奔流的江河涌向了修罗神域 众修罗将士助我 暴风咆哮道 顿时 在场上的所有修罗文言也涌出了修罗血圆力 涌向了修罗神域中 无数血圆力化为长河一般涌入了修罗神域 修罗神域光芒大放 竟然化为了一道巨大的血色漩涡出现在了虚空中 涌动出了可怕的能量波动 却恋天地 暴风暴吼 调动里面汇聚的可怕血圆力 涌向了修罗神域中的一道禁忌神文 翁 那道神文疯狂吸收这股股澎湃的血圆力 血色漩涡中释放出了一股血色道力席卷而开 宛如一方血海 席卷了四面八方 笼罩了十多万的光明圣教徒 虽然这释放的道力只是神文蕴含的十分之一 数百名修罗皇 数千修罗王的血圆力 竟然只能摧发这神文十分之一的威力 这些人惊骇被笼罩在血色能量中 身躯竟然被禁锢 那快玉势 远处虚空 邪明震惊望向了目风上方的血色漩涡 和释放出的可怕威能 神器 这小子 怎么会有神器 邪明心中大震 那是什么 无数远观的各方势力也是震撼望向了这一幕 近日让你们知 什么是修罗 给我炼 目风冷喝 顿时 这包裹的血色能量 瞬间化为了可怕的血炎 涌入了光明圣教徒体内 啊 不 无数人惨叫出声 身躯一个个燃烧起了可怕的血色火焰 血肉 在一瞬间燃烧成了灰烬 诡异无比 虚空中 只剩下了十多万具白色骨头 不只是天破境界 天因境界的主教也没有能抵挡得住这股可怕的血炎 身躯血肉燃烧 在安好声中 燃烧只剩下一具白骨 诡异可怕无比 通隆隆 燃烧汇聚的可怕血气席卷 涌向了血色漩涡中 被疯狂吸收 而天地间 十多万的光明教徒 只剩下了十多万具白骨悬浮在虚空 没有一丁点的血肉 词 八方天地 各方强者 无数势力 见这一幕眼眸中都露出了震撼之色 一个个纷纷倒吸了口凉气 不敢置信 这一幕 太过震撼 十多万人 包括天因境界的强者 竟然一瞬间化为了十多万具白骨 瞬间陨落 就连灵魂也都被燃烧 魂飞破散 震撼 天地间一瞬间安静了下来 那血色漩涡吸收了十多万强者血气 渐渐收缩 变成了一块巴掌大小的血色神域导射 飞回了木蜂手中 融入了木蜂体内 刷 刷 刷 这个乖乖 这 这是什么神通 太 太可怕了吧 不说别人 木蜂的人们见这一幕也是心中惊骇 生出了一丝丝的凉气 那不是神通 是宝物的威力 拓拔青海也是震惊到 那是什么级别的宝物 如此威能 已经超越了他们的想象 没了 没了 十多万人 一瞬间没了 化为了遍地白骨 静光树前 一名天鹰境界的强者望着这一幕 也是呆滞了 随后再望向了那一身黑色龙袍的青年 从未及生出了一股让人发寒的凉气 灵魂之中生出了一股恐惧 天寒宗的人也是震惊张大的嘴巴 这是什么神通威力 当初若是木蜂用着的对付天寒宗 天寒宗是不是也是遍地白骨 陶 九礁岛的人 九礁妖黄更是遍体生寒 带着自己的人马 一个个偷偷逃跑了 什么恩怨 什么报仇 统统忘记了 陛下威武 陛下威武 无数修罗战士咆哮大吼 目光如巨望向了目风 目风心中也是被自己震惊了一把 这也是他第一次真正使用修罗神域中的大威能神通 以无数修罗原力为原才触发神文中的威力 他奶奶的 没想到威力竟然如此劲爆 第1602章 光明叫灭 真不知 这修罗神域没有受损之前 在修罗族前辈手中 该能爆发怎么样的威力 恐怕直接血练一个大陆世界也是可以的吧 目风心中暗道 他这一次使用修罗神域 不知道给多少人心中留下了一个终生难忘的阴影 从今以后 我宗旗能和天风皇朝交好 万万不能招惹天风皇朝 知道吗 天魔宗老人对天魔宗的一众天鹰皇主们喝道 身为一个结仙 他眼眸中也露出了一丝惊骇 天魔宗众皇主呆滞地点了点头 他也能击杀了所有光明教徒 不过 也需要很久时间 绝对不可能一下子让十多万强者瞬间陨落 目风 灵儿 你们目家 出真龙了 天魔宗老人叹道 目灵儿一双美眸 也是瞪大眼睛望着目风 不敢置信 道文殿 以后只能和目风交好 不可与之为敌 道文殿主也宁众吩咐手下人 天寒宗的人 心中更是生不出找目风报复的心理 如今 不管是目风 还是目天 这父子二人 都不是大陆上的各方势力可以打压的存在了 大陆 真的要变天了啊 李牧等人喃喃自语 心中同样震撼无比 灭了光明圣教的主要势力 下方光明圣岛上 就只有一些不入流的光明圣教的弟子了 天风修罗族门冲向了下方大地 对于不投降的圣教弟子 又是一场屠杀 哀红遍野 这一日 西方大陆格局大变 屹立大陆数万年的光明圣教 灭 目风走在大地上 遍地都是白骨 尸体 修罗族的人 还在急杀不投降的普通弟子们 目风心中无喜无悲 他不是滥杀无辜 泯灭人性的魔头 不过 对他有威胁 有敌意的人 他绝不会手软 斩草不除根 春风吹又生 光明圣教曾经对西方大陆人的思想上的影响 或许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改变 不过时间 会抹灭一切 风哥 你快来 而这时 有人传音道 目风文言 向传音之处赶去 来到了光明圣教的那一座高数千丈的宝塔前 风哥 这里面好多人啊 都是被光明教徒抓来的 目狂说道 推开了塔门 目风随之入塔 果然 这塔中竟然关押无数的人 有修士 也有普通百姓 每一层塔中都关押了不下十万人 而这些人 都是所谓的纯净灵魂的人 目天见这一幕叹息一声 道 这些人 都是光明圣教的信徒吧 他们信仰光明圣教 传颂交易 修行光明圣教的喜魂经 这种经书可以让一个人的灵魂转变成纯净的信仰灵魂 可以直接计恋成信仰之力 这种方法虽然在仙界被不允许传播 有伤天和 不过下界之中 谁有管得这呢 好残忍 众人听完心中都不由得生出了一股股凉气 天地不仁 以众生为蝼蚁 在仙人眼中 下界的人 和他们的猪狗也没有太大区别 宇宙第一次改革的时候 落逐解放万界 向往天地平等 众生同仁 不过 人心对实力的追求 人心的丑恶面 并不是一个人可以扭转得了的 在光明的世界也有黑暗存在 暮天叹息 光明圣教 白羽族 暮风眼眸中也燃烧起了一股股愤怒火焰 这是把下界人当猪狗饲养了吗 可悲那些不知情的信徒 还拿白羽族当主侍奉追随 这样的集魂宝塔光明圣岛还有数百座 拓拔青海说道 这就是身为弱者的悲哀 他们忠心的主 把他们当成修炼的力量 强大的基石 而自己却在其中不知 暮天讥讽说道 青海 派人释放这些关押的信徒 我想 这些人被放出去 光明圣教真正的嘴脸 大陆的人会看清的 暮风忍住了心中暮火道 拓拔青海点头 连忙命人去落实这些事 风儿 这就是宇宙和人性丑恶 这样的事情宇宙中太多了 大陆上的这事 不过是唯不足道的一角 有的强者 为了修行功法 不许杀灭一个世界的人 抽干一个世界的本源力量 亿万生灵陨落 和那样的大恶比起来 这都不算什么 在无数亿万年纪元前 那时候 天地间的许多世界 都被一个最为强大的世界 视为蝼蚁 被抽世界本源之力强大自己 无数世界毁灭 落主出生的世界 也是遭遇了这样的事 所以后来 落主率领无数世界强者反抗 推翻了宇宙中 当时最强大的政权 解放的宇宙万界 才有如今修行世界的繁华 不过这宇宙 哪里没有黑暗 哪里都不缺大奸大恶之人 修罗道也容易堕落入极恶之道 父亲希望你不要变成 为了自己利益 可以牺牲天下苍生的那种人 穆天不忘教导说道 放心吧父亲 孩儿不会沦为那种人 我虽然不认为自己是个好人 不过 我内心 底线有在 良知尚存 穆封笑道 哈哈 父亲相信你 不过 修炼界中烂好人永远都只能在底层 不忘本心就可 牧天笑道 父子出了这宝塔 而天风皇朝的人们还发现了光明圣教的藏宝之处 那是一个大殿内的镇法空间中 数不清的灵石堆积成山 还有许多灵器 架子上 还有一块块收集了信仰之力的魂金 数量之多 不下万枚 每一枚魂金都蕴含大量的信仰之力 父亲 这信仰之力到底有何用 穆封疑或问道 拿起一块拳头大小的白色魂金 其中蕴含力一股类似灵魂力的精神力量 这信仰之力是一种精神力量 节线之上的存在修炼出元神 可以吸收信仰之力淬炼元神 对你而言如今没有作用 这些信仰魂金应该都是要供奉给白羽族中的那些大能强者的 穆天把玩这一块魂金说道 不过 这在仙界中可值不少仙石 你可以收下换成其他修炼资源 以后去仙界不至于穷的身无分文 穆天笑道 穆封文言点头 父子二人一人收取了一半 第1603章 揭露罪行 西方大陆 光明圣教灭 此事传开自然是天下皆经 特别是光明圣教十多万强者 一瞬间化为白骨骷髅死灭 更是给穆峰这个人披上了一种恐怖色彩 穆峰曾经的那些敌人们也是一个个都销声灭机 不敢露面 害怕穆峰的暴富 穆天的大明 也是传遍天下 父子为天下所经 光明圣岛之上 三道身影并肩行走在某座城市之中的街道上 现在满大街都是在议论光明圣教覆灭的事情 许多光明圣教的信徒们 还不愿意相信此事 少主 光明圣教统治着西方大陆太多年了 许多百姓中的思想已经是根深蒂固 很难扭转 恐怕 我们想要统治这光明欲并不简单啊 莫三郎叹道 光明欲的人心 大多还是向着光明圣教 不得不说 这光明圣教传播交易洗脑的功夫的确是让人佩服 这种也是最让统治者头疼 拓拔青海也皱眉道 穆峰 莫三郎 拓拔青海 三人并肩而行 行走在街道上 听着各方修饰的议论 许多人甚至把穆峰妖魔化 说成了吃人血肉都魔头 要扭转信徒百姓的思想的确不容易 不过 要摧毁他们的信仰确实不难 穆峰道 莫三哥 你将光明宝塔中的事情传播出去 让那些受害的教徒们先出来作证 先毁了光明圣教的形象 揭露他背后的阴暗 嗯 这的确也是一个法子 如今之际也只有如此了 莫三郎点头 至于那些不臣服的家族 势力 不用多言 不愿意臣服 就陪光明圣教一起覆灭好了 穆峰随后又冷然说道 手腕铁鞋狠辣 这样一来 恐怕又会被有心人搅动起舆论 说三到四啊 拓拔青海皱眉道 哈哈 说他们好了 只有弱者才会只敢在背后诋毁诬陷 而且 这大陆只是我穆峰的第一步而已 修罗族的步伐 绝对不会困在这方大陆 穆峰笑道 心中已经有更高的追求 人也就是如此 当达到了一个高度 就想攀登更高的高度 野心是永远没有边境的 当你攀爬上一座百丈高山的时候 你又渴望那千丈巨峰 当你一览中山小的时候 你的目光或许又是那九天之上 对了 以后 就以西方大陆为发展好了 光明玉 更名天风玉 速速在西方大陆建立起我们的根基 穆峰又吩咐说道 是 这些交给属下 莫三郎点头 穆峰先回师万象玉中天风皇朝 而莫三郎和一批强者留在西方大陆 建立天风的铁血政权 西方大陆的百姓 修士 对天风皇朝的人都是格外的抵触 各地爆发修炼界动乱 大批强者联手起来 想抵触天风皇朝入驻西方大陆 不过有了穆峰的首肯 莫三郎直接命令几大首领带人铁血镇压 不知道杀了多少人 灭了多少一流势力 西方修炼界中的反对声音才弱了下去 无人站出来冒头 这时他们才方知 天风皇朝 并不是那的在乎世人舆论的势力 他们才觉悟 如今大陆上 又有那个霸主势力敢跳出来的最天风皇朝 为他们请命呢 天寒宗妈 差点被虐 万象宗妈 沐峰的老家 道文殿妈 一群是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文师 哪里敢插手 妖国 那是妖族势力 天魔宗 魔修者同样铁血无情 天魔圣女还是沐峰姐姐 是啊 放眼大陆 已经没有那一股势力 愿意和天风皇朝为恶了 不久之后 光明宝塔中被释放了数百万信徒 在西方大陆上到处传播光明圣教的罪行 和真正的面目 百万人站出揭露光明圣教的黑暗面 更是让西方大陆震惊 谁能想到 西方大陆每年消失的大量人口 都是光明圣教的人抓集去 当成了祭品 宝城之中 那公告榜上 光明圣教每年抓的祭品人数罪行写得清清楚楚 无数人看了不愿意相信 怎么可能 光明圣教一直法治天下 将就仁爱道义 这一定是天风皇朝对光明圣教的污蔑 没错 污蔑 不少人愤怒不愿意相信 原来是这样 难怪姐姐十年没回家 曾经说是去光明圣教接受主的荣光 随主去修行 原来 姐姐早就成为了祭品 姐啊 也有不少人突然悲呼起来 都是有家人被带走 沦为祭品的 污蔑 一群傻叉 醒醒吧 不然你以为每天消失的数百万人去了什么地方 真的追随那所谓的主去了吗 在天光城 有十多万被释放的信徒正在揭露光明圣教罪行 难道他们都是被天风皇朝强迫的 自己去看看吧 傻缺 也有人冷笑说道 光明狱中同样有不服光明圣教管理和识破虚伪的势力 不然 那还得监狱中哪里来如此多的犯人 此事在西方大陆的世界中搅动起了轩然大波 光明圣教维持无数年的光明形象也在崩塌 可悲的永远是底层的人 事情的真相 没有人揭露 永远掌握在掌权者手中 不过 西方大陆如今搅动起什么样的风云 这都和沐风没有了关系 他也没兴趣去搭理那些信徒们心中所想 而沐风 回了天风皇朝 一心进入了修行之中 父亲给了他几年时间准备 之后 沐风或许就要随着他父亲离开这个大陆 去搏击更高的苍穹了 修炼史中 先国界诸玄浮 古炎仙宫中 沐风取出了一颗悟道血连子 直接吞服修炼 这悟道血连子中涌出了一股股大量的通玄血液 被沐风吸收直接强大自己体内所领悟的通玄血液 如今他的通血液也是修炼到了大乘境界 玄意若是能突破圆满 蜕变成修罗血道力 修为在职巅峰 就可以引动地火节 淬炼肉体 灵魂 元力 修行成仙 当然 如今他的境界 还是道法 离成仙都有一段不小的距离 沐天修行为何如此快 他的道法境界早就超越了他自己的修为境界 没有修炼的瓶颈可言 第1604章 皆清悖剧 悟道血连子用涌出的道力不断被沐风吸收 炼化 领悟成自己的道力 这修行悟道的境界只能用一日千里而言 这世界 没有绝对的天才 除了必须的努力 天赋 机缘外 更多的还是各种修炼资源的培养 末维中崛起 一路打拼成就一方霸主的人大有人在 可是又有多少人有这样的机缘运气走到最后呢 反观那些出身顶级势力的天才们 一出身就含着金汤石 各种修行资源不缺 一路更有名师强者指点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成长 很容易就达到了散修者达不到的境界 沐风走得如此快 自己的努力 血脉天赋分不开 他母亲留给他的助力也是他能成长如此快的一大原因 这世界本来就没有什么公平可言 穷人想要富 就必须付出比赴二代百倍的努力 散修想要强 就必须拼命去争取各种所能争取的机缘 同时沐风也利用手中权力 势力 让修罗族帮他在大陆收集高等级的幻金 雷石这些修炼资源 充分利用自己掌握的力量来强大自己 春去秋来 凡人又过两载岁月 不过对于修为强大者来说 两年时间也不过是弹指尖流逝的流沙 大陆上的局势已经稳定 而天风皇朝 已经成为了大陆的新的一尊霸主级别势力之一 统治西方大陆 沐风也成为了大陆上最具有权势的一位强者之一 万象玉 天风皇朝 任家 今日的任家可谓是格外的热闹 张灯结彩 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任家 也是天风皇朝中的老牌修炼家族了 在牧州城中也是有着两分名气 而今日 更是任家如今的第一强者 任宇的大婚之日 哈哈 恭喜啊 任家主 任宇一身大红衣袍 迎着八方来的客人 宾客们纷纷抱祝贺孝道 任宇如今也是一名天破境界的王者 继承了家主之位的位置 而他将去迎娶的妻子 是北宴王朝中一位周王之女 名甲封宴 感谢各位来捧我任宇的场 请进 各位请进 任宇孝道 接迎各方客人 哈哈 任兄 好不地道 这种事情竟然也不请我 而这时 一名身穿普通黑色袍子 一身银法的青年和一名身材魁梧的健壮青年入了会场 穆 穆峰 任宇震惊地望向了来人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不 是陛下 任宇连忙过去要行礼 不过却是被穆峰拦了下来 笑道 什么陛下 难道 多年不见 你都不愿意任我这个兄弟了吗 哈哈 宇兄 好久不见 穆狂也笑道 穆峰身穿普通 没有露出半分气势 没有人注意到他 认出他这个名震天下的一方霸主 兄弟 穆 穆兄 如今你已经是名震天下的霸主 天鹰大能 我 我哪里还配当你的兄弟 任宇有些惭愧说道 我去 你小子 还给我来这套 这还是当初那个霸气的任家公子吗 要成婚没情我也就算了 都不愿意任我这个兄弟了 我有点心寒啊 穆峰笑骂道 穆兄 任宇文言也摸有着湿润 随后大小出声 和穆峰一个雄抱 任 怎么不任 靠 能和大陆霸主穆峰当兄弟 这牛逼够我吹一辈子 任宇笑道 对了 新娘子呢 怎么还没看见 穆峰笑问 纵然如今身居高位 不过他从来没有忘记一路走来遇见的这些好友 不管大家成就如何 方物 肖子欲 葛明雪这些人如今也在天峰学院之中修行 有穆峰照顾 当然顺风顺水 小天也在妖国混得如意 有他的先业帮助 如今已经成为一代妖皇 至于苏联 更是从殷山回了天峰皇朝 修为同样达到了天鹰境界 嘿嘿 还没有去接呢 正好 你们两个来了 一会儿陪我一起去接人吧 任宇笑道 穆峰穆狂自然欣然答应 不久后 任家的接亲队伍出发 驾驭着一艘灵州去北宴王朝贾家接人 穆峰用幻术微改变了容貌陪同任宇一同接亲 免得一眼被看见过他的人认识出 一路上 两人聊起曾经的相遇任宇是唏嘘无比 多年不见 他已经成王 接任家主 而穆峰更是名震大陆 成为亿万人之上的大能 天峰皇朝离北宴也有上万里距离 这街清灵州飞行了大半日才到了北宴王朝北宴王都 灵州落在了城市之中 贾家也是北宴王朝中的一个大家族了 王者众多 当初任与游历北宴时和贾家的一名娇女贾峰宴认识 二人暗生情愫最终有了惊天 朱强琉璃瓦 阁楼千栋 府邸林立 这贾家也修建得宛如一厨小皇宫一般 气派威严 门口守卫之人 皆是领海境界原宗 任家的街清队伍带着聘礼来到了贾家门前 任宇上前让守卫通报 不久后 贾家也出来了一群人 为首者是一名身穿黄色袍子的中年男子 正是贾家之主贾婷 岳父大人 我来接封宴了 任宇上前恭喜行礼道 任宇啊 这封宴 恐怕你们是不能接走了 贾婷神色有着古怪 望向了任宇道 什么 岳父大人 这是怎么回事 之前我们都不是说好的了吗 任宇脸色一变 连忙问道 任家来的街清队伍们也是面面相去 哎 你先别叫我岳父 有时先进家族说吧 贾婷为叹一声 让任宇等人先进贾家 目封眉头一皱 不过没有说话 静观其变 拍了拍任宇肩膀 任宇心中为定 点头 一群人进入了贾家 来到了贾家的大厅之中 贾婷落座 而任宇也在下方落座 任宇问道 贾前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哎 任宇啊 这事情 我们贾家有点对不起你 封宴你们接不走了 这是八万零食 算是给你的补偿 你们回去吧 你和封宴的婚事 也就这么算了吧 贾婷叹息一声 取出了一枚乾坤戒指 让人交给了任宇 而任宇文言脸色 瞬间沉了下来 第1605章 乡下土鳖 随同任宇来的任家人 神色都不太好看 牧狂更是怒声道 你们贾家实麻意思 不给人吗 任宇也是脸色阴沉 道 贾前辈 你什么意思 我和封宴的事情 不是之前 您都答应了吗 怎么 现在你们要反悔 任宇啊 我劝你不要多问的好 拿着临时走人 对你 对大家都有好处 贾婷也有着不悦说道 你们是在戏弄我任宇吗 封宴啊 让封宴出来 我要问清楚 到底怎么回事 任宇大怒 一拍桌子起身 贺问道 行了任宇 让你滚你就滚 非要我们把话说得 这么难听吗 你不过一个普通家族中人 不说你们任家 和我们贾家的势力差距 你好好撒泡尿罩罩自己 你哪里配得上我姐姐 让你滚就快滚 不妨告诉你 这时一名贾家青年起身冷笑道 天破境界六重天气势散发 此人名贾封郎 贾封宴的地点 也罢 不妨告诉你 我们贾家已经和万象狱中的朱家联姻了 朱家你听说过吧 万象狱中的一流大家族 天鹰境界皇者坐镇 朱家的二少爷朱宁打算迎娶封宴 你 能和朱宁少爷比吗 而这时贾婷也冷笑出声 打击说道朱家任余脸色一白 朱家王者辈出 势力比任佳强大百倍 他任佳自然没办法和朱家相比 就如同一个百万富翁 能和一万总裁比富吗 封燕呢 我要见他 我不信 封燕会答应这件事 任余忍住了心中怒火问道 巧了 我姐姐还真答应了 所以啊 你还是乖乖滚吧 不滚也可以 后日我们贾家就要把我姐送去朱家 你可以看看 贾风冷讥讽说道 他是打心眼里看不起任余 他 就是那个任余妈 而这时 又一名身穿警袍的青年从厅外走了进来 手中打着一把折扇 此人一身黄警 念容也说得上英俊 散发的气息也是强大 赫然是天破境界九重天的王者 比天破境界三重的任余强了太多 朱公子贾家的人们连忙起身 一个个对青年拱手抱拳露出笑意 林哥 你来了 贾风冷更是一反对任余的态度 连忙对青年笑着起身欢迎 嗯 我刚来看看封燕 听说以前追求过封燕的那个小子来了 我就过来看看 岳父大人 朱宁淡笑 对贾婷抱拳一礼 让朱宁闲指你看笑话了 我正准备赶着小子走呢 贾婷笑道随后对任余喝道 小子 你还不快带着你的人滚 等等岳父大人 我要和这小子说两句 朱宁望向了任余 任余眸光阴沉 望着朱宁 小子 我劝你一生 别赖蛤蟆想吃天鹅肉 就你 封燕跟了你能有什么出席 你啊 还是乖乖滚回你的小地方当你的家主吧 就你的修为 在我们朱家 挑明护卫都比你强 朱宁讥笑道任余身躯微微战斗 在忍耐木火 任佳的人们也一个个气的脸色铁青 李他娘的 木狂暴怒 想要一把巴掌拍死朱宁 不过被沐峰一把按住肩膀了 沐峰走出 望着朱宁平静道 你是朱宁的兄弟吧 沐峰一见这人就有种熟悉感 长得和当初他打死的朱宁很像 而且功法气息一样 朱宁闻言惊讶望向了沐峰 道你是谁 你怎么知道我大哥 对于朱宁 可谓是朱家的一道伤疤 朱家最杰出天才 最有望成皇的青年 不过却是在万象圣宗和人比武被打死了 别管我怎么知道 此事 我们记下了 你结婚之日 我们会亲自到场 到时候 我要看看你们朱家敢不敢娶人 沐峰冷漠说道 笑话 你他娘的以为你是谁啊 祝您望料望沐峰冷笑 还有你们贾家 我希望 你们贾家不要为你们所做之事后悔 沐峰又望向了贾婷等人冷漠道 小子 你是什么人 来我贾家口出狂言 后悔 就凭你们认家 能让我们贾家后悔 来人 把他们给我赶出去 贾婷冷喝道 顿时一批护卫涌入厅中 不用你们赶 我们会走 到时候 希望你别哭着求我放过你们贾家 沐峰冷笑一声 拉着任宇的肩膀带着人离开 而任宇还一脸的失魂落魄 显然 贾峰燕答应嫁给朱宁 背叛他婚约的事情给他打击不清 一群乡下土鸡 贾峰冷望着沐峰等人离开的身影 吐了口吐沫 随后又去讨好朱宁去了 不知靓丽的香巴佬 朱宁冷笑一声 也没有在理会任宇等人 他妈的个八子 风哥 你为什么不让我出手一巴掌拍死这群狗眼看人低得砸碎 真他娘的气人 一群蝼蚁 还在我们面前趾高气昂 出了假家 沐狂还埋怨说道 对不起沐峰 让你看了个笑话 任宇凄凉一笑 任兄 你放心 我沐峰的兄弟 谁也入不得 我会为你讨个公道的 沐峰拍了拍任宇肩膀道 算了吧 我只是没想到 封燕真会愿意嫁给朱家背叛我 可笑啊 可笑我还为他出生入死过 任宇欺然笑道 沐峰文言不语 的确 若是没有他相助 任家别说和朱家比 和假家比起来都是为不足道 假家势力都比任家强无数倍 而任宇一个小家族的家主 天赋算不上多出众 势力又不行 人家有了更好的选择 自然可以随意抛弃 任兄别急下定论 或许那个姑娘也是被逼无奈呢 这样吧 我带你去找那个姑娘 先和她当面问清楚 她长什么模样 沐峰停下了脚步问道 任宇原力凝聚成了假封燕的模样 的确是一位非常漂亮动人的女子 沐峰看后 对其他人道 你们先回任家吧 你们都先回去吧 让婚宴先延长几日 任宇道 这些任家皆亲人文言也先离开了 沐峰临海中 一股汹涌的灵魂力席卷而出 化为灵世 覆盖向了整个假家 寻找那个女子假封燕 整个假家的人心中一瞬间都一闪而过一种被窥探之感 很快沐峰就在一栋釜底中寻找到了那女子 人找到了 小狂 你在这等我们 沐峰抓着任与肩膀 化为了一道流光飞向了那座假家釜底 第1606章 捧谁的场 假家某座釜底中 一名身穿红衣的女子正坐在静台前 望着静中红装的自己 眼眸中轻泪滑落 此女额蛋脸庞 性眼美眸 猪唇粉塞 也是一个难得一见的美人 此女正是假家之女 假封燕 任与 对不起 假封燕爬在静台低声抽气 刚才任与来假家的消息 她自然是知道了的 封燕 不过这时 门外却是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 假封燕闻言一惊 连忙去开门 只见门外还是一身喜跑的任与站在门外 任与 你 你怎么进来的 假封燕震惊道 这里可是守卫森严 当然 对于沐风的修为而言 神不知鬼不觉进入假家丝毫问题没有 封燕 告诉我 这是怎么回事 你是不是真要嫁给那个朱家公子 任与问道 假封燕眉眸中闪过痛苦神色 让两人进来 背对任与道 没错 我的确要嫁给他 任与 你走吧 是我对不起你 只怪我们有缘无分 任与闻言如同遭遇了晴天霹雳一般 心中苦涩无比 为什么 为什么要背叛任与 因为他势力弱 修为低妈 而这时 同行进来的沐风平静问道 这样说也没错 如果我不嫁给朱宁 任与只会被我连累被朱宁所杀 我爱任与 不过 我更不希望他受到什么伤害 甲封燕忍着眼泪道 任与闻言心中刺痛 指甲都刺入了自己的手掌中 鲜血流出都是自己太弱小了吗 任与望向了沐风 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放心吧 任与 到时候一切交给我就行了 沐风笑道 这个女人是被逼的 也是为了任与着想 沐风心中杀念也消了几分 沐兄 多谢了 任与心中大病 感激道 沐风帮忙 绝对不是问题了 是兄弟何说这些 我会让贾家和朱家 明白什么事踢到铁板 沐风眼眸中冷光闪动 三天之后 万象玉 朱城中 朱城 也是一座辽阔千里的巨城 居住无数人口 而朱城的霸主 顶级势力 也是万象玉中已有名的朱家 今日朱家也是热闹 天破境界的强者来往不绝 朱家某一片区域更是张灯结彩 喜迎八方来客 宴会之上 一名身穿红色衣袍的中年男子 正在和三人笑谈着 朱家主 恭喜啊 不久之后又要抱孙子了 哈哈 同喜同喜 感谢各位过来捧小儿场啊 红袍男子笑迎三人 这红袍男子 正是朱家之主 朱炎 天鹰境界的皇者 这朱城中的武道剧情 万象玉中有名的大能强者 和他笑谈的 自然也是天鹰境界的大能 朱宁一身喜袍 正在宴会上招待八方来客 许多都是万象玉中的 一流大家族中有头有脸的人物 天风皇朝 任家前来拜访 而这时 一群人破空而来 也落在了巨大的千人大席会场中 任宇同样是一身喜袍而来 身后跟着目封着穿着伴郎红袍的人 咦 天风皇朝任家 怎么没听过 是啊 我也没听过 怎么这人也是一身喜袍 不少人惊讶望向了任宇等人 朱宁眉头一皱 望了过去 这小子 竟然还敢真来朱家 任宇 放肆 你来这里干什么 假庭站出呵斥道 我来 自然是来迎娶我的新娘 任宇平静说道 哈哈 小子 没想到你还真敢来啊 朱宁被一群人簇拥着走来 望向任宇 沐峰冷笑道 我说过我们会来 自然会来 怎么 今日是你喜宴 难道不接待八方来客吗 沐峰淡淡道 哼 客 就你们 也陪当我朱宁的客 什么东西 来人 给我赶出去 朱宁冷笑道 顿时一群天破境界的强者围了过来 要动手赶人 林儿 怎么回事 这里的动静 也吸引了朱炎的注意 扭头问道 父亲 没事 几个不开眼来凑热闹的乡野之人 我立马将他们赶出去 朱宁回应道 小子 这里不是你们能来闹事的 快滚 看见了吗 来这里的无意不是修为 势力强过你那小家族的人 你们没有资格来当客 滚 不然 杀了你们 朱宁呵斥任余等人 轰隆隆 不过这时 天空中一阵轰鸣传来 一道道身影散发可怕气息飞来 万象宗雷霆殿主来访 万象宗玉剑锋主来访 万象宗神药谷主来访 万象宗金甲锋主来访 声音回荡而来 一道道身影 带着可怕的气势降临朱家 在场之人无意不是脸色惊变 连忙起身 朱宁也是大惊 随后连忙起身亲自去相迎 政变主 李峰主 你们怎么来了 欢迎至极 欢迎至极啊 朱宁大笑相迎道 心中惊讶 这几位可都是万象宇中的大老人物 他都请不动 今天怎么来朱家了 难道来参加婚礼 哈哈 朱家主客气了 听闻今天朱家办喜事 我们受人邀请而来 雷霆店主正月笑道 彭必生辉 彭必生辉啊 快请 几位快请 宁儿 还不快过来拜见几位前辈 朱宁大喜道 没想到真是来捧场的 这可就太长朱家脸了 这几位可都是万象圣宗 己脉的扛把子人物 他都得卑躬屈膝 朱宁脸色长红 激动兴奋 连忙过来拜见行礼 朱宁拜见几位前辈 正月等人淡笑点头 爹 朱家真是好排场 万象宗的大人物 几位丰主掌门竟然都来捧场 我们贾家是抱上大腿了 贾丰能兴奋道 贾婷同样也是激动兴奋啊 没想到朱家能量这么大 可以请动万象圣宗大人物来捧场 再妄想任语 那任家简直就什么都不是 哈哈喝酒就不用了 我们来的确是来喝喜酒的 不过不是来喝你们朱家喜酒的 正月拒绝入座 但小说道和其他几位丰主走向了一群人 不是来喝我朱家喜酒 朱颜笑容一致 没明白什么意思 快看那是什么 我去好大一头凶兽 而这时酒席上有人惊呼 只见远处天际一群人马破空而来 一头生长巨大翅膀的青色豹子 拉着一辆红色花轿破空飞至 十八位散发着天鹰境界气息的强者 环绕在花轿周围飞来 天风皇朝 拓拔青海来访 一道声音平静传来 其中一名身穿青色衣袍的青年为首而至 拓拔青海 是天风皇朝的监国大人 这可是天风权势 只在沐皇之下的大人物啊 无数宾客惊呼出声 哈哈哈哈 您儿还不快快随我一同迎接 朱延大笑出声 天风皇朝竟然都给他朱家面子来捧场了 这也太让他意外了 第1607章 谁是蝼蚁 天风皇朝 如今大陆上当之无愧的霸主之一 有些人坐镇 两年多前大战西方光明圣教 更是屠灭了历史数万年的大教光明圣教 如今雄霸西方大陆 而万象玉中原来的周五王朝如今更名天风十八周 也是天风皇朝的地盘 拓拔青海可是天风皇朝中的大人物 他也来了朱家的酒宴 这自然是让朱家人都被赶荣耀 脸上有光 那就是天风皇朝的监国皇拓拔青海吗 好年轻啊 是啊 传闻这拓拔皇尊还是大商王朝的皇子 本来可以继承大商皇位 确实甘愿跟随穆皇尊 酒宴上各方势力 家主人物们都站起了身 望向了拓拔青海 表示尊敬 荣幸之至 荣幸之至啊 拓拔大人 没想到您竟然都来亲自参加小儿婚礼 朱颜脸色红润 对拓拔青海抱拳行礼 呵呵 朱家主客气了 我们也是被我皇邀请有事而来 拓拔青海淡淡笑道 朱宁 快拜见拓拔皇尊 朱颜没有听懂拓拔青海的话中之意 连忙让朱宁行礼 朱宁拜见拓拔大人 感谢大人来参加晚辈婚礼 朱宁激动行礼 拓拔青海身后是18名天鹰修罗皇 各个气息强大 让人声味 参加你的婚礼 谁说我是来参加你的婚礼了 拓拔青海眉头一皱 平静说道 啊 朱宁一愣 不明白拓拔青海话中一丝 拓拔大人 怎么 您不是来参加小儿婚礼 那是来 朱颜笑容也是一致 问道 我们是受陛下邀请 来接真正的新郎新娘的 拓拔青海淡淡说道 随后不理会这几人 带着人向一群人走去 接真正的新郎 新娘 朱颜 朱宁等人都是一脸疑惑 脸上顿时有些尴尬 这拓拔大人 不是来参加诸家婚礼的 随后 在无数人的瞩目下 拓拔青海带着十八修罗皇来到了一群人身前 而雷霆殿主等人也是走向了这群人 陛下 拓拔青海抱拳一礼 对目风行礼 拜见陛下 十八修罗皇同时单膝跪下 对青年行礼 目光中 全是炙热的崇拜之色 寂静 整个宴席 瞬间急静了下来 所有人震惊地望着这一幕 望着十八位天鹰皇者对那平淡无奇 之前还要被赶出宴席的青年恭敬行礼 叫着陛下 朱颜 朱宁 更是不可思议地望着这一幕 望向了那青年 眼眸中尽是震撼 不可思议 拓拔青海 和十八位天鹰大能 叫着青年陛下 这青年是 哈哈 牧师弟 两年多不见 修为又有长径啊 雷霆殿主笑道 一语道出了青年身份 怎么 他 他是天风的牧峰陛下 有人惊呼道 是牧峰陛下 我的个乖乖 这个狠人也来朱家了 顿时酒宴中响起一片哗然 众人终于知道了这青年身份 一个个肃然起敬 敬畏望向这青年 这青年是那的明镇大陆的青年皇尊 怎 怎么可能 那 那家伙是 是牧峰皇尊 朱宁心中大惊 脸色瞬间白了 到了这个时候 他也猜出了这青年是谁 这青年就是那的天风霸主 灭了十多万光明圣教的狠人皇尊 朱宁瞬间如堕落入了冰窖一般 全身升起了一股凉气 一抹寒气 瞬间传遍了全身 身躯战斗 自己之前 竟然叫嚣这位大陆霸主 让人驱赶入骂 朱宴也是惊讶望着暮风 也感觉到了 事情似乎有着不对劲 怎 怎么可能 他 他是那个人 木 木峰皇尊 贾婷 贾风郎 贾家的人们也震惊望向了那青年 那青年不就是几天前陪任雨来贾家接亲的人吗 他 他竟然是那个最年轻的大陆霸主 木峰 贾婷心中瞬间生出了一股恐惧感 那天贾家可是将这青年和任雨赶出了贾家 将一位大陆霸主 赶出了贾家 拜见木峰陛下 而这事 酒宴上的其他人也回顾神 一个个连忙恭敬行礼 对青年恭身行礼 整个酒宴 顿时无人不拜服 朱宴也连忙拉着自己震惊 恐惧的儿子行礼 额头上冒出了丝丝冷汗 这位狠人来朱家干什么 这就是木凶如今的威势吗 任雨在木峰身边 只感觉一腔热血澎湃 心中兴奋 也有些崇敬地望向了 这个把自己当兄弟的青年 四股之下 谁不臣服 木峰望向了朱宴 朱宴心中都是一颤 而朱宴带着朱宴连忙过去拜礼 朱宴拜见木峰陛下 不知陛下大驾光临 有失远迎 还请陛下恕罪 朱宴颤颤抖声音说道 而朱宴更是脸色发白 低头直冒冷汗 不敢看木峰 木峰心悦冷笑 如同一头猛虎在看一只兔子望着朱宴 朱宴 好大的威风 之前你不是说要将我们赶出朱家吗 哪里还有什么有失远迎之说 木峰平淡说道 听不出喜怒来 而朱宴闻言 身躯更是易软 直接跪在了地上 惊恐道 知 之前小人不知陛下身份 实在无意冒犯 请 请陛下恕罪啊 朱宴声音之中 都带了一丝哭腔 你可听过一句话 天鹰大能不可入 而我木峰 更不可入 你知道代价吗 来人 抓起来 木峰又平淡道 莫 顿时两名修罗皇直接扣押起了朱宴 朱宴没有反抗之力 也不敢反抗 小儿之前有眼无珠 请 请陛下饶他一命啊 朱宴也顾不上什么尊严 跪在地上求情 所有人都惊讶 也有人心愿望着这一幕 这朱家 竟然得罪了木皇尊 这不是鸡蛋去碰石头 自己去踢铁板吗 这位可是一路灭杀了十多万强者的可怕存在 大陆的霸主啊 朱家在他面前 也不过是大典的蚂蚁 也罢 今日是我兄弟婚礼 我不想杀人 将他的四肢打断 当是惩罚 木风淡漠道 那两名修罗黄文言直接扭断了朱宴四肢 朱宴惨叫痛苦哀嚎 面色扭曲 蜷缩在地上 多谢陛下饶小儿一命 朱宴不但不敢怪罪 反而感激跪拜行礼 第1608章 抢亲带走 怪罪 他那里敢怪罪怨恨 光明圣教十多万强者都被他弄死 朱家这点势力够他杀 多 多谢陛下不杀之恩 朱宴也忍痛嘶吼说道 而这时 木风又望向了一群人 正是贾家的人 贾亭 贾风伦等人借木风望来 脸色苍白 一个个也差点下贪软在地上 贾亭连忙带着贾风伦过来 跪在地上惶恐道 小人有眼无珠 不是泰山 那日顶撞了木皇陛下 请陛下恕罪 请 请陛下恕罪 贾风伦也惶恐说道 他心中那叫一个酸爽苦涩 之前他还骂土鳖的人 一瞬间变成了大陆巨头 一代霸主传奇人物 这转变实在是让人心脏接受不了 而任宇这个小虾米 是如何认识这头深海巨沙的 贾家 有趣 你们有什么罪 不是说我们是乡下土鳖吗 木狂信念笑道 当时实在不知陛下和大人们身份 无意冒犯啊 贾庭身躯战斗说道 冷汗直流 我当时就说过 希望你们贾家不要后悔 木峰覆手而立 平静道 任宇 是我的兄弟 我和我兄弟来你贾家接亲 我还没有给你们讲什么排场 你们贾家的高贵傲气 真是让我木峰都高攀不起 贾庭贾风能闻言惶恐 贾庭求助地望向了任宇 希望任宇能求情两分 他心中的确是后悔啊 早知道任宇和木峰 竟然还有兄弟情谊 什么朱家 他贾家怎么可能联姻朱家 任兄 你说怎么处置吧 你一句话 贾家立马可以在这个世界消失 木峰平淡道 吓得贾家人一个个都瘫软在了地上 任贤侄 任贤侄 之前是老夫有眼无珠不知真龙 是我们贾家错了 你高抬贵手 让木皇陛下饶我们贾家一命吧 贾庭连忙祈求向了任宇 宇 而这时 一名身穿红色嫁衣 凤冠侠配的美人 在侍女的搀扶之下走来 望向了任宇 正是贾风宴 风宴 任宇望着贾风宴过来 宇 饶过我父亲他们吧 他们毕竟是我的家人 贾风宴也哀求道 他也震惊望向了木峰 他也怎么都没想到 自己心爱之人 会和这位大陆霸主有兄弟情谊 任宇文言望向了贾庭等人 冷漠道 今日我听风宴的 你毕竟是他的生父 我任于此事不再追究 不过以后 你们贾家除了风宴外 其他人和我没有一丝的瓜葛 多谢 多谢任贤侄 贾庭文言连忙大谢行礼 多 多谢任于姐夫 贾风冷也连忙改口道 我不是你姐夫 任于冷漠道 他随后牵向了贾风宴的手 眸光温柔了下来 风宴 跟我回任家吧 贾风宴脸色红润娇羞 低声点了点头 这 朱颜等人好不尴尬 想说什么 这可是朱宁的婚礼新娘啊 你们有意见 木峰挑了眼朱家人 朱宁心中气愤至极 再也忍不住了 贾风宴可是他的新娘 道 穆皇陛下 您贵为大能霸主 也不能抢亲吧 叶子 乱说什么 快闭嘴 朱颜脸色一变 连忙一巴掌打在了朱宁上 一个女人 不要就不要了 万一惹怒了木峰 朱家也完了 朱宁 我从来没有爱过你 我家你都是被逼的 今日我嫁的是任于 他的新娘 贾风宴这事也冷漠说道 贾风宴 朱宁文言咆哮 双目赤红 一股无法言语的侮辱感涌向心中 一口心血逆流喷土 朱宁被启昏了过去 酒宴上的宾客们面面相去 谁也没想到竟然会是这样的结局 来人 嫁叫 接轻 木峰说道 顿时十八修罗皇立马却抬起花轿 大声道 新娘入轿 贾风宴在万众瞩目被任于搀扶着走上了花轿 而任于感激无比地望向了木峰 什么都不用说 今天你是主角 还不快上座 木峰笑道 拍了拍任于肩膀 木兄 多谢了 任于感激说道 千恩万谢在心中记着 随后任于骑上了带着大红喜花的青世云豹 寿皇为嫁 起叫 木峰大笑道 顿时轻视云豹咆哮一声 十八修罗皇抬起花轿 腾空而起 几位师兄 去我天风皇朝一句吧 木峰对雷霆殿主等人笑道 他们都是被木峰请来给任于捧场的 哈哈 好啊 刚好我们也想见见木仙人 雷霆殿主等人笑道 随后一群人在无数珠家宾客的目光中破空而去 而珠家人 贾家人的脸色们精彩无比 爹 任于那家伙怎么会认识木峰这样的大人物 贾风冷心有余悸说道 哎 谁知道啊 早知道我们贾家何至于得罪任于 我们贾家 错过了一个大发展的机会啊 贾婷看习 心中更是后悔无比 要说最尴尬的还是朱家 新郎被打断手脚 就连新娘都被人抢了 对不起 今日之事让各位见笑了 我朱家的酒宴就此结束 请各位见谅 朱颜尴尬地对四方宾客说道 新娘子都别带走了 他们朱家还有什么脸面继续摆宴 四方宾客们也都一一告辞离开 议论纷纷 今日之事 恐怕要成为朱家的一大耻辱笑柄了 木峰等人接亲回了中州后 任家更是大白酒宴 新州建皇白子月 木狂黄尊 万象六卖掌门等等 许多大人物的参加 让这个婚宴也是中州闻名 任于 贾风宴的婚礼也不知让多少人羡慕 夜晚 洞房花竹夜春宵一刻后 任于静静搂着怀中娇妻 手中摇晃着一个白色玉瓶 瓶中是一滴淡金色的金血 蕴含可怕的能量 眼眸中闪过了一丝坚定神色 这是什么 贾风宴柔声问道 宛如八爪鱼一样搂着任于 这是成为他族人的宝物 风宴 我想要追随他的步伐 我不甘心只做一个小家主 若是没有木兄 我和你恐怕都不会有今天 我想靠我自己的实力保护你 任于搂着贾风宴低声道 不管你做什么决定 我都支持你 怀中娇妻柔声道 谢谢 任于一笑翻转身躯 又把贾风宴温柔压在身下 万米虚空 云端之上 一道身影镜静坐在了云层中 目光深邃望着九天明月 独饮美酒 身影格外寂寥 赐此星辰飞昨夜 谁为风露力中消 婉儿 对不起 我今生还缺你一场婚礼呢 青年眼角晶莹落下虚空 伴随那旅思念飘散在了风云之中 第1609章 祖师下界 万象圣宗上方虚空 天空中 突然风云变色 雷霆翻滚 那虚空之中 虚空突然亮起了一道璀璨金光 刺拉 只见那虚空中 空间宛如瀑布一般 被撕裂开了一道大口子 一道璀璨的金光从空间裂缝中射出 一道道身影 竟然从空间裂缝中飞出 降临在了万象圣宗上空 一股股可怕的威压从天落下 压迫在了整个万象圣宗 无数人惊骇抬头望去 只见虚空中 突然多了一大群人 万象圣宗 六千年不见了 真怀念啊 一名身穿蓝色衣袍 面容轻瘦 玄骨为突的中年男子望着下方的万象圣宗 和六脉主风感叹说道 是啊 一离开凡界 没想到再回来已经是近万年后 还有一名身穿蓝色宫衣的美妇人也叹道 这就是我宗在下界的宗门吗 好像看起来不怎么样吗 好微弱的能量 这就是下界中的灵气 而跟随着两人来的 还有一大群人数再摆明的青年男女 这些人看修为 竟然嘴逼都是在天音境界 上界祖师降临 万象圣宗举踪而迎 而这时 一道身影冲天而起 朗生说道 无数万象圣宗弟子抬头望天 震惊望向了这群人 天啊 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啊 细细都好强大 我去 这 这股威压是 天音境界大能 这些都是天音境界的大能吗 万象圣宗的弟子们惊呼 一个个震惊望向了这群突然降临的人 万象圣宗的皇主们 也一个个都冲天而起 望向了这群人 眼眸中有惊骇神色 那 那是六千年前的礼品祖师 我在祖师殿中见过他雕像 还有那人 那人不是九千年前登仙的宫连祖师吗 天啊 祖师下凡了 有几名天音皇主惊呼 望向了那前方两人 震惊道 清离子破空而去 来到了这群人前 望向了那两人 眼眸中露出一丝激动神色 师父祖师 清离子过去 连忙对那蓝色中年人行礼 阿清 好久不见 中年男子对清离子笑道 他叫黎平 上一代皇级卖掌门 早就登仙飞升的人物 小黎 他就是这代的皇级掌门 宫连弹笑问道 弟子拜见师祖 清离子更是连忙向宫连行礼 这女人更恐怖 是他师尊的长辈级别人物去了 万象圣宗九千年前登仙的人物 如今不知是什么级别的恐怖大能 免礼 不错 竟然在凡界都修行到了三界仙境 天赋过人啊 宫连笑着点头 万象圣宗当代掌门 西全体皇主拜见两位祖师 延武宗主带着万象圣宗皇主们也是见面过来拜见 他们心中又惊又疑啊 怎么突然有祖师下凡界来了 都免礼吧 看见万象圣宗依然屹立大陆之巅 我等欣慰啊 黎平笑道 师父 祖师 不知道两位下界来有何要事 清离子疑惑问道 更是惊讶望向了后面那群带下界来的弟子 光祖师下界就算了 竟然还带如此多的上界弟子下凡来 我们下界自然有要事 一会儿童你讲 你们 快过来见过你们凡界的各位师兄师弟们 黎平笑道 随后对身后那群弟子们说道 这群弟子们对延武等人抱权一礼 不过眼眸中神色都唯唯有些巨傲 这群人 修为最低的竟然都在天鹰境界后期 巅峰者都有许多 走吧 先去黄极殿钟谈 哈哈 我可是好怀念黄极城啊 黎平笑道 清离子自然没有什么意见 随后一群人都去了黄极一脉的隐士之地 黄极城中 而万象圣宗的弟子们无意不是震惊望着这群人离去 议论四起 祖师下凡 这样的事情在万象圣宗可是数百年难得意见 黄极殿钟 公联祖师 黎平正坐上方主位 清离子赐之 而除了闭关的几人 黄极一脉的炎武 四师姐 七师兄都被召集过来拜见祖师了 你来说吧 公联祖师道 黎平点头 道 这一次我们带着弟子下界来呢 的确是有一件大事情 你知道流雨先帝留下的古仙秘境吧 知道 怎么 莫非和古仙秘境有关 清离子惊讶问道 没错 流雨先帝是我们大陆诞生来最强者 如今在仙界中都有了一定威名 更是打出了一片仙境 他为了培养大陆修士 当初开辟出了古仙秘境 留下了自己的传承 等待传人 不过无数年过去 大陆都没有人能真正得到流雨先人的传承 终于 一年前帝宫中传出消息 有人通过了流雨先帝的所有考验 得到了传承 成为了先帝的清传弟子 黎平说道 可是 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清离子惊讶道 当然有关系 流雨先帝高兴之下 准备派人下界接传承弟子上界 同时还准备在大陆又招收十名天鹰弟子培养 流雨先帝可是极少收弟子 这消息传出 整个流雨先进地区都震动了 无数宗门 仙家大族 都准备派弟子下界来参加流雨先帝招收弟子的机会 争夺那些个名额 若是能成为先帝的弟子 未来的前途自然是不可限量 所以 我万象先宗也会争取这个机会 派了宗门内最杰出的百味天鹰俊杰 让我二人下界带来参加选拔 黎平解释说道 清离子文言也是心中震惊 流雨先帝要招收弟子 他虽然还没有去先界 不知道流雨先帝有多大权势 不过他确实知道 先帝已经是先界中的顶级强者 一拳可以打爆一个横杀世界 当然 这个机会你们也可以抓住 派弟子参加 不过年龄都需要在300岁之下成皇者 黎平笑道 三百岁之下成皇者 清离子文言苦笑 凡界宗门不比先宗 两百岁内成皇的人 整个宗门没有多少人 旧文人孝少数几人 文人孝虽然实力不错 不过和先宗的这些人 比起来修为差距还是很大 痴富 不是还有小师弟吗 第1610章 众先下界 这是死师姐说了一声 黄吉一脉中 除了几个后来又选出来的天才弟子外 就只有沐峰有这个实力了 清离子心中一动 这对沐峰而言的确也是一个机会 沐峰就算脱离了宗门 也是他黄吉迈弟子 将来若是能拜入先帝大能门下 对他自己 对万象宗都是一件好事情 嗯 有机会将小九召回来 清离子心中暗道 阿清 这些人你安排一下吧 你们都住在万象宗内吧 正好和下界这些师兄弟们好好交流交流 等待刘与先帝派人下界来招收弟子 黎平对自己等人带下界来的这些弟子们说道 赤师属 一众天鹰弟子们应试 随后这些人也被安排在了万象圣宗居住 同时 也就是这几天中 大陆上出现了大批从先界下来的强者 这些人都带着一批门人弟子皆是天鹰境界修为 天寒圣宗空间裂缝打开 那飞升台上空 同样有一群弟子被天寒宗上界的先人门带下界来 天寒圣宗震动 天寒宗大殿中 段天涯带着一众天寒宗皇主门公营下界祖师 这下界祖师也是天寒宗以前飞升的祖师人物 是名男子 身穿白色道袍 腰细金柳带 面容英俊 大秀飘逸 给人一种先锋道骨的出臣之感 他名韩城 也是上千年前天寒圣宗飞升祖师 奉上界天寒先宗命令 带着一批弟子下界 天涯 怎么如今宗门没落成了这模样 对了 我小妹呢 韩城眉头一皱 望向了天寒圣宗的这些皇主们 竟然连天鹰境界巅峰的皇主都只有三个了 天鹰皇主数量不足六十人 回祖师 天涯无用 让宗门被外人欺辱 师尊他老人更是被人斩杀 断天涯悲声说道 什么 韩 韩基他被人杀了 韩城闻眼脸色大变 喜身怒然说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韩城贺问道 师祖听弟子道来 千年前师尊度结重伤 肉体几乎无法救治 只能寻一句何事肉体夺舍 后来 段天涯151时说了起来 包括云清晚的背叛 后来沐风杀入天寒圣宗 杀了韩基 击杀宗门不少强者 他父亲又击杀了宗门四位巅峰皇主的事情全部说了出来 韩城听完之后眼眸中也燃烧起了一股怒火 可怕的杀气宛如寒风席卷殿中 一众天鹰境界的强者们 在这杀气之下都感觉到了一股冰冷寒意 天风皇朝 沐风 沐天 区区下界势力 竟然敢欺赏我宗下界根基 杀我小妹 韩城面色猙獰 在场之人都不寒而栗 祖师 那沐风的父亲沐天的确厉害 一年多前更是灭杀了一名光明圣教的下界的天使 灭了光明圣教 断天涯说道 光明圣教竟然被灭了 韩城文言露出一丝震惊之色 他可是知道光明圣教背后的那一族 在仙界是何等强悍 竟然还有人敢灭这一族的下界道统 一个刚突破截先的人能强到什么地步 如今我已经是五截先进 可以轻易灭杀了那木天 只是此子和万象宗有关系就不太好办了 万象宗在上界的势力比我宗还强两分 这一次肯定也有仙人带弟子下界而来 韩城一着眼睛暗道 压制住了心中怒火 不过这对父子改灭了白羽族道统 白羽族若是得知必然不会放过这对父子 也不用我的罪万象宗而去出手 他心中思量着 先将这仇恨放下 随后对断天涯也说起了刘宇先帝要招收弟子的事情 不只是天寒宗 万象宗 天魔宗 道文殿这些在上界中有根基势力的宗门势力 都有仙人祖师带着大批弟子下凡了 除此外 还有许多刘宇先进的各方仙家势力门 为了让弟子伴入刘宇先帝的门下 也纷纷下界 来到了这大陆之上 整个大陆的局势 一瞬间复杂了起来 万象宇 天风皇朝上空 虚空中空间裂缝裂开 一道道身影从中飞出 降临在了天风十八周的中周城上空 哈哈 刘兄 你刘家动作可真不慢啊 这名身材魁梧 皮肤泛着淡淡金光的男子大笑道 望向了另一处虚空中出现的一群人 你们徐家不也不慢吗 刘宇先公消息才发出了两个月 你们徐家就得知消息派人下界来了 那一身轻衣的男子 缭绕仙缘力的男子但笑道 刘宇先帝他老人家要收弟子 整个刘宇先进都沸腾了 我们徐家哪里敢慢一步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不过话说回来 我还是第一次下凡界 这凡界中的天地能量和我们仙界还真是没得比 魁梧男子望向了下方中周大地淡淡道 这是自然 这样的横杀世界多如流沙 那能和仙界相比各自拜别吧 刘宇先公弟子招人大比时再会 刘宇先人抱拳道 带着自己的族人向一处城区降落而去 魁梧男子也让自己的族人们在下借各自活动 随时等候命令召集 短短几日 大陆上出现了不下数十名仙人 带着大批的弟子下凡界而来 那徐家弟子们走在中周城的大街上 望着街上的人群 有人不屑道 彭哥 这凡界中的修炼界还真是弱啊 竟然还有一点修为都没有的人 天鹰境界的修饰都没看见 为首青年是一名身材魁梧高达两米的男子 一身黑色浸袍 肌肤隐隐散发金属之光泽 他名徐鹏 刘宇先进中一个修炼家族 中天鹰境界中的佼佼者 凡界中的天地道法之力 修炼能量都比先界若太多 我们先界中人生下来就天生结单 自然不是这凡界可比 我听说这样的横杀世界 我们刘宇先进外的空间流层中就有数千个 实在为不足道 徐鹏淡淡说道 而这时几名在街上追逐打闹孩子 其中一名孩子不小心撞到了徐家人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鲁蚁 你找死吗 一名徐家弟子冷然道 一把抓起了这孩子 吓得这孩子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 真是呱噪 这徐家弟子随手一丢 这孩子碰得一声撞击在了砸在了地上 头颅直接砸碎 惨死当场 第1611章 闹是天风 杀 杀人啦 其他几名孩子见这一幕尖叫出声 吓得瘫软在了地上 周围路过的修士门见这一幕也是愤然 竟然对孩子出声 你们什么人 竟然对一群孩子出手 还是人吗 顿时有路过的修士忍不住怒吼说道 如今在天风皇朝的法治之下 还没有修士敢当揭杀普通人呢 修士间的战斗也都是在特定的一些场合 比如天空 不会伤及无辜 毕竟谁不是从蝼蚁出生呢 徐渺 你下手中了吧 也有徐家弟子皱眉道 且 一群下界的蝼蚁 又不是我们仙界的人 死就死了 这名弟子无所谓道 他刚才也只是随手一甩 都没有用功力 若是有点修为的人都没有事 他却忘了 凡界中还有没有修为的普通人 其他徐家弟子也没多追究 的确 又不是仙界的人 在他们眼中 根本没有把下界人当成自己的同族 好比你杀了一只鸡 会有什么负罪感吗 站住 你们这样杀了人 就想这么走吗 一名路过的修士忍不出站出喝骂道 哦 你想如何 那徐渺信夜笑道 望向了这只有临海境界的修士 按照天风法律 修士无故急杀一名普通人 罚零食十万 没有钱就服刑十年 跟我去官府自首 这修士冷然道 没错 这么小的孩子都杀 必须延长 其他修士也怒然道 哈哈 法律 一群凡界楼椅和我谈法律 我不但敢杀他 还杀你呢 徐渺狂笑 其他徐家弟子也是大小出生 这徐渺一直点出 一道金色指径快如闪电射向了这临海境界园宗 这园宗脸色大变 还没有来得及防御 那指径射入体内 身躯碰得一声爆炸碎开 魂飞魄散 好强 其他修士见这一幕下的脸色苍白 一个个后退不止 震惊望向了这人 一名临海境界园宗 竟然一直点杀 这是什么修为 哈哈 看到没有 这样的蝼蚁还敢和我们提法律 徐渺对同伴们笑道 好了 走吧 徐鹏淡淡道 没有将这件释放在心中 哗啦啦 不过这时 数十名身穿血色铠甲的将士巡逻而来 见这边有死尸 立马围了过来 其中一名将领贺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 谁杀的人 是天风军 将军大人 这人杀了这孩子 我们想带他去衙门他还杀人 立马有修士站出来指责道 这群人再强 不可能和天风军对抗吧 天风军修为最弱都是临海境界 这巡逻将军还是天破境界的王者 放肆 天风皇朝内 光天化日竟然敢杀普通百姓 你 跟我去衙门走一趟 这将军望向了那孩子死去的尸体 眼眸中也是怒火大起怒喝道 对于法治这一块 目风是相当看重 修士杀普通人可是有重罚 罪行恶劣者会被击杀 你们是这里的官府吗 敢致我的罪 都下地狱去吧 徐鸟脸色阴沉下来 这些蝼蚁竟然接连来找麻烦 他一步踏出 可怕的原力咆哮而出 瞬间覆盖这方区域 天鹰境界中其皇者修为曝露 气势惊人 是天鹰皇者 这将军和其他天风军也是脸色一变 不好 撤 这天风将军大吼道 一群人暴退 晚了 徐鸟一掌轰杀而出 金色原力凝聚一方百米大手硬拍下 将这些天风将士全部笼罩其中 蹭 蹭 蹭 这些天风将士在这一掌下丝毫没有还手之力 直接被拍杀爆炸 啊 那天破境界的将军也被一掌重伤拍飞 导射数百米 撞击在了一栋箭竹上 轰碎了那箭竹 他体内五脏破碎 若不是修罗血脉中有一股强大生机还在维持生命力 恐怕已经死了 这将军是修罗族人 咦 竟然没死 这许淼也有些意外 临时探查着这将军 还有血脉之力 有点意思 许淼露出一丝感兴趣的神色 而周围的修士们彻底震惊了 此人 竟然还是一名天鹰境界的皇者 这将军取出了一块传音符 连忙传音 随后望向了走向他的许淼 眼眸中露出一丝惊骇 不停后爬 许淼手中原力席卷而出 抓起了这修罗江 我是闪灵皇主坐下修罗王 你敢杀我 我皇主和皇朝必然不会放过你 这修罗江怒吼道 被对方原力禁锢 有意思的血脉之力 许淼直接用手一捏 原力传来可怕压力 这修罗将军惨叫 身躯碰的一声被捏爆 只剩下了一颗跳动的心脏 这心脏和普通人心脏有点不同 竟然有一层细腻的血色鳞片 里面有修罗血脉之力 咦 这人的心脏中的确有一股品质 好高的血脉之力 其他徐家人也微微惊讶 望着这心脏 是谁 杀我坐下将领 这时 一道怒急的声音传来 一道血色身影破空而至 速度之快 让徐苗等人都惊讶 来人是一名身材微微轻瘦的青年 身穿血色长袍 眸光冷冽 正是闪铃 天鹰境界中期大成 来了个有意思的角色 徐苗 你真正的对手来了 一名徐家弟子戏乐笑道 哈哈 就他 对手 凡界的天鹰境界中期 我一个能打三个 徐苗狂笑道 目光不屑地望向了闪铃 闪铃眸光冷冽 望着抓着修罗新的徐苗 脸色阴沉了下来 你可知 杀修罗将是死罪 闪铃冰冷说道 体内散发出不一股狂暴的气势 形成了一股血色风暴 这气势威压 让徐家弟子们走着惊讶 不对 这人 有些不简单 徐鹏眼眸中金光闪动 望着闪铃 有些惊讶 这人散发的气势好强 小子 你说他妈 我杀了又如何 徐苗捏碎了修罗新 激凤望着闪铃 找死 闪铃大怒 手中短笔出现 化为了一道血色闪电杀来 一道血光直取徐苗头颅 徐苗大惊 这人速度好快 他身躯暴退 连忙一拳轰出 提表有功法周文浮现 金色全盲杀向了闪铃这一击 第1612章 高人一等 轰 血色剑盲化过全盲 直接将全盲劈开 不过这人第二拳轰击在了剑盲上将剑盲几岁 同时这人暴退 第二道血色剑光化过了这人之前的位置 这人好快的身法 好快的攻击速度 其他徐家弟子们惊讶出声 望向闪铃的目光凝重起来 这人修行的功法不弱啊 难道也是先功 徐鹏维尼眼睛 从刚才闪铃的那一剑的威力来看 明显攻击力还在徐苗之上 我不信一个下界中的天鹰修士能强到什么地步 徐鸟大怒 感觉有些面子挂不住 金阳拳 徐鸟长笑 体内原力疯狂涌出 汇聚拳中 原力凝聚成了一轮金色太阳 有数百丈大小 蕴含惊人的爆破力 杀 徐鸟怒吼 一拳杀出 金阳拳化为一道流星一般快速冲击向了闪铃 瞬息而至 让你见识真正的速度 闪铃身躯一晃 留下一道残影被金阳轰破 瞬间躲开了这一击 他身后 一双血色翅膀升出 缭绕神通符文 闪电杀 他手提双剑 化为一道血色电光乘一个只字杀来 速度快到了极致 徐鸟大骇 连忙几拳轰出都被闪铃躲开 而闪铃几乎是瞬间来到了他的身前 双剑划过 不好 徐鸟脸色一变 想要救人 可是已经晚了 两道血色剑光瞬间划过了徐鸟的头颅 徐鸟头颅扑斥一声 被两道剑光踢成了两半 魂飞魄散 闪铃出现在了徐鸟后方 双剑上还有两滴鲜血 徐鸟 其他徐家弟子们也是脸色一变 随后露出了慕容 小子 你找死 徐鹏怒吼 体内可怕的原力席卷而出 惊人气势释放 赫然是天鹰境界巅峰的强者 他体表环绕金色纹符 一拳杀出 一道更加恐怖 速度更快的金色拳盲冲杀向了闪鸟 这一拳 让周围空间破碎 威力惊人 挡不住 闪鸟脸色一变 一名天鹰境界巅峰强者的攻击他还接不住 身躯暴退 而这道拳盲气机所死了他杀来 修罗血剑 闪鸟咆哮 体内血剑完涌出了血剑之气 凝聚一道血剑批出 释放千丈剑光批在了拳盲上 轰 他修炼小成的修罗血剑直接被轰碎 可怕拳净冲击在了他的身躯 扑鸟 闪鸟被一拳轰出鲜血吐出 身躯导射数千米 死 渠鹏冷漠又一掌扣杀而下 这一掌化为了一道金色的古字印 赫然是一个阵字 渠家的下品仙道神通 阵先硬法 阵先硬法扣杀而下 一击欲轰碎闪鸟身躯 虚空大片破碎 威力的确害人 万劫雷欲 不过这时 一道冷漠声音传来 闪鸟周围虚空凝聚雷霆 化为了一道雷霆防御 结界包裹闪鸟身躯 轰 这一击轰杀在了万劫雷欲的防御上 释放可怕的震杀力量 万劫雷欲弄插破碎 抵挡一席时间 不过闪鸟也连忙躲开 逃过了这一击 轰隆隆 这一击落在了城区中 数十栋建筑被震杀粉碎 不知多少人死于非命 刷刷刷 一道道身影破空而来 有牧峰 牧狂 白紫月 三十多名天风皇朝的天鹰强者破空而至 还有一大批天破境界的将士也随后飞来 是牧皇陛下 牧皇陛下来了 可恶 这群人太嚣张了 牧皇陛下来他们死定了 下方许多中州修士们一见来的这群人欢呼出声 嗯 瞿鹏望向了飞来这群人 数十名徐家天鹰弟子们也站在了他的身后 望着这群人飞来 不过临时一扫之下又露出了不屑之色 这群人 大多都只是天鹰境界出奇 中奇 巅峰的强者只有一个 还是一个老头模样的人 看来是修行上千年的人物 风哥 闪陵后退 来到了牧峰等人身前 没事吧 牧峰问道 没事 不过内脏被全径打伤了 闪陵摇头 要穿连忙过来为闪陵疗伤 你们是什么人 为何来我天鹰皇朝闹事 牧峰望着徐鹏等人贺问道 心中为惊 这群人中有三名天鹰巅峰的强者 其他都是中后期的天鹰强者人物 看起来还都如此年轻 我们的来历你们没资格知道 小子 他杀了我的族人 把他交出来 不然 灭了你这什么狗屁天鹰皇朝 徐鹏冷傲说道 没有将牧峰这群人放在眼中 交你娘 赶来我们天鹰皇朝地盘放肆 这不是你们可以闹事的地方 打伤人的那个 立马滚过来道歉 不然 今日让你们这群人无法活着离开这里 牧狂怒骂道 刷 刷刷 而这时 天鹰皇朝不断有强者汇聚过来 很快 两百名战风皇者汇聚而来 将这群人围在了虚空 鹏哥 对方人有点多啊 要不算了 有徐家弟子望着汇聚过来的大批 皇者周眉道 人都又如何 难道我们上届弟子 还怕这些下届见种不成 徐鹏冷然道 你们 是仙界的人 目风眯着眼睛问道 只有仙界人才自称上界 没错 小子 我们都来自仙界流雨仙境徐家 适去的把那杀人的小子交出来 不然 他灭你的皇朝 徐鹏冷奥说道 来自仙界 木狂 白子月等人都露出了惊讶神色 这群人竟然是来自仙界 之前父亲告诉我说 有两股结仙境的气势出现在中周 看来 这些人是被那两个结仙带下界来的了 目风暗道 之前仙人下界的时候 目天就已经注意到了 还传音给了目风 我不管你们来自仙界什么家是马家 给你们实习时间 滚 不然 死 目风冷然说道 体内万劫雷原力咆哮涌出 凝聚一道道子雷闪电 如今他的修为已经到了天鹰境界后期小城 有先夜修行 没有到巅峰前的瓶颈处时 道法瓶颈修炼自然快 哈哈哈哈 各位 他说要我们滚 不然死 小话 下界的人如今都这么狂妄吗 一个天鹰境界还没修炼到巅峰的小子 竟然敢如此口出狂言 徐家的弟子们确实大笑了起来 丝毫没有将目风的话放在心中 第1613章 一印灭杀 彭哥 我去会会这小子 一名徐家青年天鹰强者冷笑道 走了出来 冷然望着目风 此人一步踏出 体内原力也瞬间如同咆哮的黄河涌出 金色原力凝聚虚空 气势惊人 足有天鹰境界后期巅峰的修为 比目风要强上两个小境界 徐克 不用留情 直接急杀 不用忌惮其他人 徐鹏冷漠说道 这些下界修士没有什么大背景 杀人 他们丝毫不在意 没问题 瞧好吧 徐克冷笑一声 望着目风道 小子 敢不敢和我单独一战 既然这么求死 那就留下来吧 目风手中鼓煞浮现 眼眸中露出了杀机 这些上界修士还真是狂的美边啊 金流掌 杀 徐克一声冷喝 双掌凝聚掌印 一瞬间 掌印凝聚出了数百道 密不虚空 化为了一道金色的掌印 洪流轰击向了目风 气势棒薄 攻击掌印覆盖了数千米范围 无法躲闪 你们说 徐克杀这小子要几招 其他的徐家弟子门风轻云 但说道 这一招足矣 金流掌可是下品仙计 虽然徐克才修炼小城 不过威力已经堪比 这下界中最强的天极元祭圆满了吧 加上徐克本来的修为 这小子支撑不了多久 徐鹏但莫说道 似乎看出了目风的败局 那金色的掌印洪流沙来 扑倦向了目风 目风望着暴沙而来的掌印洪流丝毫不惧 修炼大城巅峰的雷黄体护体气净爆发 雷霆气净冲击而出 噔 噔 噔 那一道道冲击来的掌印 离目风百米距离时 撞击在了强悍的雷黄护体净上爆发 轰鸣声响 金色的掌印能量爆炸 淹没了目风的身躯 数百道掌印全部轰击在了目风所在的区域 虚空都轰出了一道道裂纹 威力惊人 徐鹏收掌 冷笑望着被自己掌印淹没覆盖的虚空 解决了 哈哈 徐家弟子们大笑 这小子 竟然硬抗徐鹏的攻击 不错 掌法脉箱不错 不过 这威力 实在不值一提 不过那金色的掌印洪流中 一道身影提剑走出 那爆发的掌印能量竟然被隔绝在了他的百米之外 什么 徐克脸色一变 而其他徐家弟子笑容也是一致 怎么可能 他能硬抗防御我的金流掌 徐克连忙大变 随后又咆哮出声 双掌凝聚掌径再次奔流而出 轰击在了目风的防御上 轰 轰 轰 可是掌印洪流冲击在了目风的身体周边虚空就无法再进一步 大千雷神印 下雷变 目风冷漠凝聚一道山月大小的红色雷印 蕴含可怕的焚雷之力灭杀而下 给我破 徐克爆好 双掌轰向了下雷神印 掌进洪流冲击在了下雷神印上 可是直接被下雷神印轰散 撞击震杀向了徐克 徐克大害 周身原力喷发 凝聚护体结界抵挡 轰 下雷神印狂暴轰击在了徐克防御上 神印中可是蕴含有一股焚仙雷的力量 直接摧毁了徐克的防御结界 轰击载在了徐克身躯 啊 徐克惨叫 背下雷神印的焚雷之力轰中 那焚雷之力涌入了他的身躯 身躯燃烧红色雷火 五脏六腑都燃烧化为了灰烬 整个人直接化为了一股雷烟灰烬 魂飞破散 一击灭杀 什么 徐家弟子们见这一幕脸色大变 震惊望向了沐风 眼眸中露出了一缕惊骇神色 怎么可能 徐克 竟然抵挡不住对方的一击 徐家弟子们震惊出声 不敢置信 徐克 徐鹏脸色长红 幕后愤然望向了沐风 这 就是你们上界修士的实力 沐风激凤问道 李找死 徐鹏大怒 亲自出手 天鹰境界巅峰大成狂暴能量碾压而出 杀法向了沐风 一起上 杀了他们 给徐克徐秒报仇 其他徐家弟子怒吼道 丝毫不畏惧沐风的人多 一个个宫杀向了沐风的人 气势惊人 一却要强过修行天宫的凡界天鹰们 可惜 他们面对的却是一群修行顶级仙法的怪物 哈哈哈哈 老子还想看看你们这些上界天鹰有什么了不起 那个天鹰巅峰的家伙交给我 木狂冷笑 体内修炼出的四滴龙象精血释放出了一股可怕的血脉之力 木狂整个人身区一瞬间化为了百丈高 覆盖金色龙龄的巨人 他的气势也从天鹰境界后期小城境界暴涨到了后期巅峰 木狂一拳杀出 龙象名笑 轰杀向了徐家三名天鹰境界巅峰强者中的一人 大片空间崩塌 体员双修士 这徐家青年巅峰脸色大变 首提一柄零剑联盟攻击防御 还有一人给我 白紫月长笑 体内一道金色剑光射出 化为了一柄金色零剑 体内喷发的金尘剑原力席卷而出 金销九剑 杀 白紫月本命剑原力涌入了断仓剑中 断仓剑分化出了九道剑红 每一道剑红威力都堪比一柄本命零剑 九剑齐杀而出 这金销九剑是他根据金云九剑 融合金尘剑点中的招式神通自创剑法神通 被他完美掌控 其他的战风皇者们也一个个涌动出了血元力和徐家弟子们大战一起 使用的神通威力 丝毫不弱徐家弟子们 若是修为能和徐家弟子们相当 绝对可以瞬间反压碾压 怎么回事 这些人的功法威力怎么都这么强 一名天鹰后期徐家弟子惊吼道 抵挡三名战风皇攻击 被轰击震退 被压制下风 双方在万米高空大战 散发的狂暴能量形成了飓风席卷中周数百里范围 无数人震惊望着天空中的大战 震仙印法 瞿鹏原力凝聚神通仙闻 虚空中 一道震自古印凝聚而现 散发的震杀力量让周围虚空塌陷 一印呼啸轰杀向了沐风 沐风大千雷印杀伐而上 和对方攻击对碰 不过 被对方澎湃的功力摧毁了大千雷神印 灭杀向沐风 这人的修为毕竟比沐风高了四个小境界 还修炼的仙弓 第1614章 强硬铁血 震仙印 杀 瞿鹏第二道震仙印又狂暴落下 震杀之力冲散下雷鼓印的力量灭杀来 可惜 沐风的万劫雷原力没有修炼到黄体巅峰 不能完全释放焚到仙雷的力量 这一印杀来 沐风脸色平静 手中焚雷之量咆哮涌出 凝聚成了一条百丈红色雷边 火雷边 沐风一边抽出 火雷边释放可怕的焚雷边境 宛如一道千米闪电暴击在了震字杀印上 轰 震字杀印被一边击暴 边境又抽急向了徐鹏 这一边神通威力 把沐风的爆发攻击力提升了20倍 沈马 徐鹏脸色大变 咆哮一声 体内原力喷发涌出 凝聚防御护体结界抵挡 轰 边境抽急在了防御护体结界上 结界抵挡了两席 随后弄插一声被抽爆炸破碎 两席时间徐鹏深化金光躲开边境爆发威力 怎么可能 这小子 神通威力这么强 徐鹏大害 震惊望向了手持虎雷边的沐风 沐风虎雷边一斗继续抽杀而出 一道道边境抽急的虚空破碎 惊雷乍响 边境成雷网一般笼罩向了徐鹏 我不信 修行先法先攻的我还斗不过凡界修士 徐鹏咆哮 体内八成原力凝聚出了树道阵先硬杀出 虚空震动 一股股金色阵杀力量席卷冲击向了沐风 砰 砰 砰 不过阵先硬依然抵挡不住火雷边境 被抽急爆炸 徐鹏只能勉强防御 上界修士 你在我面前 没有自傲的本钱 风儿 雷来 沐风冷漠道 一滴雷道精血被风儿吞噬 风雷精灵释放出了一股天极风雷涌出 天极风雷狂暴融入了沐风的原力中 沐风手掌中 一轮青紫色的原力凝聚涌入了沐风的剑中 快之真意 剑金雷红 沐风一剑杀出 雷道中蕴含的快之通悬意瞬间释放 化为了千道青子雷霆剑光席卷暴杀而出 冲击在了徐鹏的防御结界上 砰 砰 砰 防御结界一瞬间被撕裂 徐鹏逃的机会都没有 被卷在了剑光中 噗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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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徐鹏惨叫 身躯被撕裂出了一道道血口 惨烈无比 一瞬间被剑光击中数十次 整个人皮肉外翻 鲜血淋漓从万米虚空掉落 狠狠砸落在了下方大地上 砸爆出了一个大坑 神像天塌 另一边 目狂怒笑 传出龙吟象象之声 一脚踏出 龙象之力全部汇聚一踏之上 空间震动破裂出裂缝 一股可怕的冲击波席卷笼罩千米虚空 哄 那徐鹤巾巅峰皇者防御护体 砰的一声破碎 他人被这股可怕的劲气冲击 整个人惨叫大口吐血 身躯被一踏射落向了大地 砰的一声砸落在了大地上 白子月对战那人也是抵挡不住 白子月又快又锋芒的九道剑光 身躯不时被剑气划破了一道口子 九道剑光化为剑网不停攻击这人 这人酒房之下抵挡不住 一道剑光狠狠洞穿过了这人丹田 贯穿小腹 这人惨嚎掉落 同样被白子月击败 要穿的毒原力更是诡异 已经有四名徐家弟子中毒失去战斗力重伤 炎虎臣这些人更不是弱者 徐家弟子们被攻击围惧在了一小片区域 惊骇望着包围他们的这些战风皇者 怎么会这么强 不是说凡界修士的实力都弱 功法插妈 放他娘的狗屁 这些人实力哪里弱了 有徐家弟子怒吼道 沐峰抓起徐鹏 握在了原力手掌中 徐鹏脸色长红 奋急望着沐峰 眼眸中还有震惊 这就是你们在下界修士面前张狂的本权 沐峰讥讽说道 小子 放开我 徐鹏咆哮 沐峰抬手一巴掌打了出去 掌镜打得徐鹏惨叫吐血 鹏哥都败了 其他徐家弟子们见这一幕心中彻底慌了 徐鹏可是他们这一代人中 徐家修为最好的 两百八十岁就修炼到了天鹰境界巅峰大城 峰哥 这些别独自玩意而怎么处理 要不 都杀了吧 给兄弟们修炼用 沐峰也抓着一名徐家强者 望着徐家的其他弟子们冷笑道 我不管你们世上借什么人 来了我天峰皇朝 救得守我皇朝的规矩法律 乱杀无辜 死 沐峰望着徐家弟子们冷然 道 小子 你敢杀我们 我们徐家仙人一定会报仇的 徐鹏咆哮道 呱噪 沐峰一巴掌又扇了出去 打得徐鹏脸都红肿成了猪头 虚空中的仙人前辈 你 还要继续看着吗 沐峰眸子一眯 望向了远处虚空方向道 咦 你的灵是怎么可能发现得了我 虚空中 一团云气散去 一道魁梧的身影走了出来 惊讶望向了沐峰 他是徐家代人下界的仙人 名徐亮 他也是刚才一悔儿 不过没有急着出手帮他的家族弟子们 沐峰的这群人的实力的确让他惊讶 修行的功法不凡 他本来想多观察一阵在出手灭杀沐峰等人 逼问功法 没想到沐峰竟然发现他了 当然 发现他的不是沐峰 而是约尔 徐亮长老 其他徐家弟子们见徐亮出现 脸上都露出了惊喜神色 小子 既然发现我了 把我的人都放了 徐亮望着沐峰平静道 口气平淡 却是一种命令的口吻 不容沐峰违背 这位仙人前辈 你们为什么下界来我沐峰不管 不过这里是我皇朝的地盘 自由法度 乱杀无辜不行 我放了他们可以 不过 你的约束他们 不得随意杀戮 沐峰平静道 不卑不亢 对方也是名仙人 他给了对方尊敬 也不想平白无故多惹些大敌 哈哈 可笑 你 这是在命令教训我吗 你可知 你在和什么样的存在说话 你算什么东西 谁知徐亮却是露出一丝怒意 沐峰说道 我让你放人 你不放 我灭了你这个世俗皇朝 徐亮冷漠道 也懒得和沐峰废话了 既然如此 沐峰冷漠一笑 望向了徐鹏 小子 还不快放了我 徐鹏嚣张冷喝道 别怪我 是你长辈要害死你的 沐峰却是冷然一笑 手掌一捏 啊 你想干什么 不 啊 哄 徐鹏惨叫 随后竟然直接被沐峰的原力大掌中 爆发的天际风雷轰爆了 第1615章 仙君转世 在惨叫声中 徐鹏的灵魂肉体直接被沐峰捏爆 灰飞烟灭 这 这小子真敢杀人 在我族长老前也敢杀人 其他的徐家弟子们脸色大变 震惊望着沐峰 这沐峰 竟然把徐鹏杀了 徐亮也是一阵恶然 随后一股可怕杀气从他体内散发而出 小畜生 你敢违逆我的命令杀人 徐亮爆吼 可怕的仙元力从他体内释放而出 涌动百里虚空 他可是五节仙境的强者 体内一半的元力都已经转化成了仙元力 肉体也蜕变成了半仙之躯 气势何等惊人 刷 刷 刷 许多身影破空而来 只见 下凡在了中州区域的上界强者们都被吸引了过来 震惊地望着发怒的徐亮 这不是徐家的徐亮长老妈 谁惹他发这么大的火 徐家弟子急杀了几个凡界的人 被这股凡界势力的强者把徐鹏杀了 这徐亮正在发火呢 之前就来看热闹的上界刘家弟子们议论道 那刘家先人也在虚空中平静地望着这一幕 眼眸中有着惊讶 目封神不惊 气不慌 显然有什么依仗才是 不然不可能如此镇定地面对一名武劫先进强者 刘家 徐家 同出刘宇仙境的一座仙城中 相互有竞争 他巴不得徐家的人死伤多些呢 不过那小子修为不过天鹰后起小城境界就能急杀徐鹏 本身修行的功法恐怕不是凡界之法啊 刘家先人为你眼睛 不知在打什么主意 小畜生 快放人 不然 我图了你的皇朝 徐亮咆哮道 可怕气势压制的战风众人都有着喘不过气来 不过他徐家还有两名天鹰巅峰的青年弟子在木狂和白紫月的手中 让他投鼠忌器 小狂 紫月 人给我宰哥 木风淡沫说道 嘿嘿 是风哥 木狂冷笑一声 剧长抓住的那德徐家青年被他狠狠一捏握 啊 这徐家青年惨叫 身去碰的一声被捏爆炸 成了一团烂泥在木狂手中 那种捏爆人体骨头 血肉的感觉还清晰留在了木狂手中 斩 白紫月更是一件冷漠披下 扑吃 另一名徐家青年也被一件披成了两半 灵魂泯灭 不 徐亮怒吼咆哮 这三人 可是徐家争夺那十个名额弟子中最有争取力的人 天赋最高的人 而现在 这三人却是在这里被杀了 好狠辣的小子 徐鹏他们就这样死了 一名刘家青年巅峰强者 望项目风的身影中 眼眸中露出了一丝忌惮 这下界 怎么会有如此厉害的天鹰修士 敢杀了手中的人质 这小子必然有依仗 刘家仙人默默看了起来 看目风接下来如何面对徐亮的怒火 徐亮的修为 就算在他们仙城中也是有名的人物 脚砸碎 徐亮咆哮 可怕的能量气势压迫向了目风 天地变色 本来他们三个不用死 我说过 我可以把人给你 只要你们不破坏我皇朝法律 不乱杀无辜 他们的死 是你逼的 目风冷漠道 李朝死 今日 你的这些人 包括你的王朝中人 都要死 徐亮咆哮 体内五截仙原力咆哮涌出 金色闪电般的能量 密布百里虚空 他手控五截仙原力 狂暴的能量席卷涌出 凝聚成了一轮千丈大的 金色骄阳向目风等人轰去 轰 千丈骄阳中不知 蕴含了多么可怕的力量 如果落在大地 恐怕能让中周方圆五百里化为废墟 杰仙前辈 也好意思对晚辈出手 目风深厚 一道身影冷漠出现 此人不是目天还有谁 目天体内仙道坟原力咆哮涌出 一拳杀伐而出 二截仙境界的坟道仙原力中 却是蕴含了一股毁天灭地的 坟道之力爆发 金色火海席卷向了那一轮金色骄阳 轰 可怕坟道原力轰碎了 这轮金色骄阳 同时 能量反冲 同时 那熔炼了虚空的金色火焰席卷向了徐亮 这 这是 小长的道法之力 怎么可能 你 你是先君 徐亮爆退大害 感受这股碾压他道力的坟道之力惊恐出声 先君 你到地狱再问吧 目天眼眸中竟然还闪过了一丝不屑 又一拳灭杀出 金火全静直接淹没了徐亮 不 啊 徐亮惨叫 在第二拳中 直接被可怕的金色焚焰全静燃烧穿防御 身躯燃烧火焰 一瞬间化为了灰烬 只留九滴精血在虚空 二劫先进 灭杀五劫先进 父亲啊父亲 你前世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 目封心中震撼 望着这一幕不敢置信 父亲在同境界中的战力 道力 直接是碾压所有对手 他也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强悍的实力 怎么可能这 刚才那股道法力量 已经达到了先军境界吧 这人 这人怎么可能领悟到了小城的道法之力 莫非 他是先军转世 刘家先人震惊望向了突然出现的沐天 震惊喃喃 其他刘家弟子们眼眸中也全是震撼 徐家长老就这么被杀了 徐亮长老 不 徐亮长老死了 徐家的弟子们悲呼 心中的依仗一瞬间没有了 没有了徐亮长老 之后他们如何回仙界中去 风儿 犯我将土杀我同袍者当如何 沐天冷漠道 最当诛 沐风皆化冷漠道 父子二人的铁血性格如出一彻 这些人 一个不留 沐风冷漠下令道 杀 战风的皇者们咆哮 士气高涨 一个个杀向了徐家的弟子们 徐伪 徐家弟子们只能全力徐伪了 沐风提剑杀入了战局 天鹰境界巅峰之下 无人可挡他权力一剑 有误到血连子 他的血道通玄义 更是已经修炼到了圆满境界 战力强悍 而刘家弟子和那刘家仙人 还有一些在远处观望的一些下凡势力们都震惊望向了这一幕 望着徐家的弟子们被屠杀 好几名仙人目光凝聚在了沐天之上 眼眸中有忌惮和畏惧 如今下界的修士都这么逆天了吗 第1616章打听消息 扑斥又一名徐家弟子头颅被切割而过 鲜血喷洒身躯陨落长空 已经有半数的徐家弟子们被击杀 助手我们投降 助手啊 终于有徐家弟子放下尊严 惊恐求饶 收了原力跪在了虚空中 饶命我们错了 愿意投降 饶命啊 有人带头 这帮徐家青年弟子们全部都承受不住死亡带来的恐惧 一个个收了原力跪在虚空中 战风的人立马把这些人压了起来 一共42人投降 其他人皆被击杀 风哥 这些人怎么处理 勿狂抓起一人问道 饶命 饶命啊 之前杀人的是徐渺 和我们没有半点关系啊 一名徐家弟子求饶道 已经被吓破空胆 死亡面前 天鹰境界强者也好 仙人也罢 都是如此不堪 和凡人有什么区别 给他们种下虎脸种印 沐风淡漠道 顿时有42名修罗皇者给这些人种下了虎脸种印 掌控的生死 父亲 沐风望向了沐天 而沐天望着虚空中原处的几方上界的下凡势力 心中也是惊疑 怎么会有如此多仙界势力下凡来 虽然这些势力可能都是仙界中不入流的存在 各位 我不管各位从仙界下来有何目的 不过这方圆十八万里 是我天风皇朝的地盘 谁敢放任门人乱我天风皇朝的法迹 乱杀无辜 莫怪本人心狠 沐天望向那几方势力的仙人平淡说道 这些人都是截仙境的仙人 横杀世界这样的小世界 截仙境界之上的存在一般不会下来 因为在这里截仙之上的存在会被世界的道法压制 发挥不出自己真正修为 很容易被弱者仇家击杀 我等下凡无意冒犯下界道友 只是有些要事 这位道友莫怪莫怪 那刘家仙人连忙抱拳笑道 露出了善意 其他三方势力的仙人也是连忙表态 显然都被沐天刚才表现出的可怕实力震惊了 为之忌惮 各位从仙界远道而来 虽然不相识 不过同为道友 天风愿意设宴接待各位 不知各位能不能赏个脸 慕天随后又淡笑道 慕风微微惊讶疑惑 不过随即明白了父亲的意思 恐怕父亲是想弄清楚这些人下界的来意吧 哈哈 如此甚好 道友如此热情以待我等怎么好拒绝 那刘家仙人笑道 其他三位仙人也点头 不排除有结交之意 风儿 吩咐宫中大厨被宴 各位 请 慕天邀请道 慕风让人去安排宴席 而这群徐家的弟子们都被俘虏肿下红莲肿印 成了血奴 天风皇宫中大殿之中摆满了酒宴 酒都是上好灵酒 菜肴也是其真美味 有数百名天鹰境界的强者入席 其中大半都是仙界下凡到天风皇朝势力范围的人 慕天 慕风 那刘家仙人 拓拔青海 还有其他两位仙人共坐上席 在下仙界刘雨仙境徐城刘家长老刘江 在下仙界刘雨仙境蔡城蔡家长老蔡林 在下仙界刘雨仙境 这三名仙人对慕天举杯 报了家族来历 天舞大陆慕天 慕天也举杯 自报姓名 随后几人同颖而下 慕天仙有真是好实力 竟然能以二节仙境修为轻易及刹那徐家的五节仙徐亮 我等佩服 慕天仙有之气魄 应该不只是这凡仙修是这么简单吧 刘家仙人刘江笑问 语中有试探之意 其他两名仙人也望向了慕天 不瞒三位道友 我的确在仙界修行过 慕天淡笑道 没有透露太多 不过这一句在仙界修事过就够了 三人眼眸中神采个异议 之前慕天及沙徐亮时 可是爆发出了超越节仙境界的道法威力 这人 很有可能是一名元神不灭 在转世投胎的结仙境界之上的强者 若真是如此 这慕天可是一名未来的大能者啊 顿时三人望向慕天的神色中都带上了一丝敬意 这天舞大陆 不过是宇宙下位面中无数横杀世界中不起眼的一个小世界 不知何故引得各位道友带门人下界来 一句说就是出自这个大陆世界吧 什么的多了去 这刘宇仙境他倒是没有听说过 原来是先帝人物要招收弟子 难怪吸引如此多人下界来 慕天点头 先帝的确已经是仙界中的上流强者 统一一方大帝 天舞大陆面积不小吧 不过 在仙界中只能算是沧海一宿 说起来还是这个大陆的人好运 据说是有一名大陆弟子连通过了先帝他留下传承考核 成为了清传弟子 刘宇仙帝高兴之下就赏赐下了十个弟子名额给这个大陆 那才家仙人叹道 各位出身仙界 天生奇连比我们这些凡界中出生之人就高 天生修士 岂不是更加好运 我们谁不是从凡人修炼而起 慕风说道 那才家仙人望了眼慕风 笑道 小友说的也是 这位慕天兄 我之前看这位小友实力天赋不凡 竟然能以天鹰后期境界级杀天鹰巅峰的徐家那小子 天赋惊人啊 到时候可以去试试那讨核机会 若是能入先帝门下 成仙称君恐怕都不是什么难事 第1617章 再回宗门 慕天望了眼自己儿子 没有正面回答这才家仙人 问道 那不知那刘宇仙帝何时派人下界来招收弟子 这个具体时间我们就不知道了 估计到时候地宫中的人会通知大陆的吧 刘江仙人说道 嗯 那既然如此 我就诅各位的门人弟子好运力过考核了 慕天举杯注道 几位仙人笑谈着同颖而下 酒宴散去后 这些人都离开了 拓拔青海还特意让人为这些仙家弟子们安排上好的居所 为人处事方面也是滴水不漏 酒宴散后 慕天 慕峰父子二人同行在天丰皇宫的后花园中谈论着 风儿 这一次先帝招弟子你怎么看 你有没有兴趣参加试试 慕天副手而行 问向一旁的慕峰 我倒是想去会一会仙界中的天才们 慕峰道 不过如此 不就是不能和父亲一同去仙界了吗 慕峰语中自信可见一般 认定自己可以通过考核 哈哈 傻小子 和谁去仙界不一样 你若是想跟随那流雨仙帝的人上仙界也是一样的 只是我有些担忧 慕天咪着眼睛道 父亲担忧什么 慕峰疑或问 这里飞升上界的区域是在北仙海区 又是那什么流雨仙境中 北仙海中 白羽族的势力范围可是不小啊 我怕这流雨仙帝是白羽族的人 你修罗的身份若是暴露 就是狼入虎口 慕天担忧道 大不了我以后不在外人面前暴露修罗之身就是 而且我也没说要成为那什么仙帝的弟子 只是想去会会群英 慕峰道 仙帝强者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若是他们有意窥探你 仙念完全可以探查出你的修罗血脉 不过若只是去会会仙界的弟子倒没什么 那些人估计也只是这仙界中的普通仙家弟子 恐怕也不是你的敌手 不过去磨练磨练也好 只要在这个世界出了什么事为父都给你称得起 慕天笑道 语中霸气顿声 哈哈 有父亲这句话 我更要去见识见识 慕峰笑道 而这时 一名战风皇者来到了后花园 立马找到了慕峰 峰哥 您四师姐来了 这战风兄弟说道 哦 我四师姐来了 快请去客厅 父亲 我去一下 嗯 去吧 慕峰快步离开了后花园 很快来到了自己居住宫殿的街客大厅 小九 一名身穿红色衣裙 身材恶魔多姿的女子见慕峰走来起身笑迎 黄吉一脉四师姐红罗 四师姐 你怎么来了 慕峰笑问 怎么 不欢迎你师姐妈 如今你可是大陆霸主 名动天下 是不是都快把我这师姐忘了 红罗线长玉指勾着慕峰下巴 玉璧勾着慕峰脖子 红唇吐气如蓝 让慕峰耳边一阵骚痒 鼻息间都是似师姐的女子体香 杏仁心脾间还有一股特殊药香 很容易勾起人的浴火 我忘了谁也不会忘了师姐啊 慕峰苦笑 脸色为红 红罗拿开了手 笑道 真可爱 一调戏你就脸红 师姐越来越喜欢你了 我来的的确有事 师父让我带你万象踪一趟 有事情相伤 慕峰神色一正 疑惑问道 什么事情 似师姐知道消息吗 你如今可是大陆霸主之一 仙人下界的事情你应该也知道了吧 似师姐说道 嗯 莫非是因为这个 慕峰点头 的确是因为这事情 不过具体事情你去问师父吧 兮兮 给你留点神秘感 似师姐笑道 慕峰无语 不过也不耽误 也不准备什么 直接和似师姐去了万象圣宗 大半日后 慕峰来到了万象圣宗 黄吉城黄吉殿中见到了清离子 小九 你来了 师父 叫小九来有何事 慕峰疑惑问道 有大量仙人下界的事情你应该知道了吧 清离子问 慕峰点头 听清离子说讲 清离子也提到了先帝要收徒的事 叫慕峰来的目的 是问慕峰有没有兴趣参加 如果要参与 让慕峰代表凡界万象宗黄吉一脉出战考核 给凡界万象宗争点光 弟子的确有意去参加看看见识一番 此事自然没有问题 慕峰笑道 哈哈 我就知道你小兔崽子坐不住 嗯 若是能成为先帝的弟子 对你本身也是一种大机缘 清离子笑道 好了 没什么事了 你下去吧 弟子告退 慕峰告辞退下 慕峰离开黄吉殿 也没有立马回天峰黄巢 回到了万象宗游览一番 在他心中 对万象宗还是有很深的情分 当初他要被光明圣教抓走的时候 宗门也没有轻易放弃他 哪怕最终没有保住他 可情分记在心中 咦 好强的能量波动 慕峰一回到万象城 就感觉到了万象天台那里 爆发出了能量波动 慕峰身躯移动 化为了一道雷光飞向了万象天台 万象天台周围 人山人海 无数宗门弟子汇聚在八方 观看万象天台上的战斗 就连宗门内的皇主门也在 万象天台上 两道身影原力沸腾 正站在一起 战斗的两人都是天鹰境界的强者 战斗间能量翻滚如江海 气势磅驳 其中一人 竟然是华清城 清连剑点 华清城一剑刺出 一朵巨大青色剑连爆杀向了对手 对手是也是名青年模样的男子 一身青袍 袖上有万象仙宗四字 他的修为华清城 是天鹰境界中期巅峰强者 青年男子嘴角轻挑 同样一道清连剑爵刺出 强势轰碎了华清城的剑连 剑气冲击在了华清城身躯 华清城惨叫吐血而退 身躯被撕裂出一道道血口 受伤不清 华清城师兄也败了 万象宗弟子们一阵哗然 脸色微微难看 他们万象宗内三百岁之下的皇者 除了闻人笑还没有动手外 其他识人全部败给了这青年 凡借宗门弟子的实力还真是弱啊 连我们中最弱的柳须师弟都打不过 一名手握常见的先宗弟子摇头道 充满了鄙视和失望 第1618章 小暴脾气 毕竟是凡借的宗门 虽然是宗门的诞生之地 不过终究比不得我们 一名万象先宗弟子平淡说道 遇见封第一青年天才华清城 不过如此 你们下界宗门 就没有一个像样点的角色了吗 那名柳须的先宗弟子撇了撇嘴道 你 华清城闻言怒急 气得脸色长红难看 行了柳师弟 下来吧 怎么说这些下界弟子也算是我们同门 给他们留点面子 一名先宗弟子大声道 同门 妾 师兄 救他们 哪里配当我们的同门 柳须冷笑道 小子 你狂什么 我们万象宗真正厉害的人物不在 我们下宗的沐风师兄天鹰境界终其救急杀过天鹰境界巅峰强者 你在他面前算什么 周围有万象宗弟子不愤说道 天鹰境界终其杀巅峰 哈哈 你在吹牛吗 如果有这个人 现在怎么不站出来呢 出来让我看看 你们下界宗弟子十招内我就能拜他 同境界中 我念你们下界宗门弟子如同虐狗 柳须狂妄一笑 他在上界宗门也算是个天才 刚刚百岁就修炼到了天鹰境界终其 你 被他打败的那些年轻皇主门野气的脸色长红 就连那些老牌皇主门脸色也是不好看 可是又不好仗着修行时间长去教训柳须 赤妈 虐我们下界宗弟子如虐狗 呵呵 我倒是想领教领教 来虐虐我吧 而这时 一道戏虐声传来 一道雷光破空而至 赤母师兄 慕皇主回宗了 哈哈 太好了 慕师兄 你终于回来了 好好教训一下这些个狂妄小子 万象宗弟子们一见来人脸色大喜 纷纷让开来了一条道路 露出了恭敬神情 虽然如今慕风脱离了宗门自己发展 不过万象宗弟子们还是把慕风当成了自己宗的皇主 慕师兄 有和慕风同一届的女弟子们更是尖叫出声 也谋中全是崇拜神色 慕风从人群中走来 人群纷纷让开道路 恭敬望向了他 慕师兄 华清城也有着羞愧地望向了慕风 柳须望向了这人 眸子为咪 莫非 此人就是他们口中的那个慕风 柳页师兄 您看那小子 似乎修为不低啊 仙宗弟子中 一名天鹰弟子对一名身穿蓝色衣袍 面容有着阴柔 眸子中蕴含一股锋芒剑意的青年说道 柳页 下界万象仙宗弟子中最强的几人之一 柳页瞥了眼慕风 临时扫了扫 慕风并没有隐秘自己气息 天鹰境界后期小成 还算不错 不过 若是没有修行我们先法的话实力最多和柳须相差不多 柳页平淡说道 不以为然 小子 你就是那的他们口中这代下宗内最强的青年皇者慕风 柳须望着慕风 没有因为对方修为比他高一个小境界而重视 就是你说虐我宗同境界弟子如狗 慕风一着眼睛平淡道 这些上界人面对下界人还都是一个臭德性 有一种优越感 没错 这话是我说的 你能如何 不服 可以来挑战我 柳须冷笑道 挑战你 呵呵 你没资格 派个境界高点的人上来吧 我想看看 你们上宗弟子如何虐我们下宗弟子如狗 慕风语气依旧平淡 可是没有正视柳须一眼 好狂的小子 柳须 他看不起你 给他点颜色看看 没错 柳须 给他厉害瞧瞧 上宗弟子们起哄 柳须脸色的确也有着难看 小子 狂妄的有本钱 接我一招 柳须冷喝 身躯化为了一道青色剑光杀来 体内青莲剑原力涌入了剑中 一剑出 虚空中朵朵青色剑莲花浮现 他修炼的也是青莲剑绝 不过是先攻级别的青莲剑绝 这一剑爆发出了千丈剑红 爆杀向了沐风 而沐风副手而立 望着柳须沙来 丝毫不躲闪 抬手蕴含万劫雷原力拍出 找死 看我不剁了你的手 柳须冷笑 沐风竟然敢凭借原力应接他的剑招 可是随后一幕让他张目结舌 沐风的手掌竟然一米米拍爆了刺来的剑芒 那剑芒刺在他的手掌上竟然发出了金属碰撞声 瞬间爆碎 千米掌的剑芒一瞬间被沐风拍碎 手掌直接抓住了随之刺来的一剑 柳须大害 震惊望着沐风徒手握着他剑的沐风 其他上宗弟子们也是露出了金色 体修 恰好 我有狂妄的本钱 沐风淡淡说道 随后手掌之中爆发出了可怕的力量 一拉长剑柳须身躯被一股可怕力量带飞向了沐风 不好 柳须连忙放剑爆退 可是沐风随后一拳平弹轰来 雷霆全忙撞击在了柳须释放的防御护体上 砰 防御护体瞬间爆碎 全径冲击在了柳须身躯 啊 柳须惨叫 狂吐鲜血而退 雷霆爆炸在身躯 体内骨头被轰断无数 人如同破沙带导射数千米摔在地上 一拳重伤 好 万象宗弟子们大声叫好 激动不已 而上宗弟子们脸色微微难看 沐风化为一道电光 来到了柳须身前 一把抓住了柳须的头发 提起 平静道 这就是你说的虐我宗弟子如狗 柳须脸色羞怒 说不出话来 随后怒吼一声 一指成剑刺向沐风头颅 爆发剑气 沐风一把抓住了柳须的剑指 用力一折 弄插 啊 柳须惨叫 手指直接被沐风折断 指骨都探出皮肉 向我宗弟子道歉 沐风淡漠道 休想 柳须怒吼道 沐风不语 抓着柳须头颅向地面一颗 扑痴 柳须惨叫 被磕得满脸是血 鼻梁鼓都撞断了 痛快 牧师兄威武 万象宗弟子们心中长出了口憋屈气 激动大吼 放肆 而这时上宗弟子们也忍不住喝马出声 柳页脸色阴沉 冷声道 同门切磋 你怎么下手如此狠辣 沐风闻言望向了柳页 同门 你们 还有他把我们下届弟子当同门了吗 放肆的是你们 来了我们下宗地盘上都给我老实点 别以为是上届来的就高人一等没人治得了你们 沐风冷笑道 怎么 你也想来虐虐我 第1619章 十二倍上 好嚣张的小子 小子 仗着修为高打败柳须算什么 别狂 上宗弟子们怒喝出声 纷纷指责沐风 没错 我们上届弟子的确要比你们高人一等 我们生来就是修士 而你们 生来就为蝼蚁 虽然我很想教训你 不过你的修为还不配让我动手 柳页望着沐风脸色阴沉道 我上宗弟子有的是人 那位天鹰境界后期的师弟去教训教训这个小子 柳页对其他上宗弟子问道 柳师兄 这种小子的确不配让您动手 我来就可 一名天鹰境界后期大成 比沐风高一小境界的弟子唯唯讨好笑道 好 罗师弟 辛苦你了 除了不要打死他 好好让这位师弟明白上宗和下宗之间的差距和尊卑 柳页对那青年弟子说道 瞧好吧 罗师弟冷笑 化为一道金光落在了站台上 望着沐风 冷笑道 小子 小爷陪你玩玩 沐风没有看着人 而是望向了柳页等人 平静道 今日我让你看看 你们上宗弟子其实也什么都不是 既然你们不给我下宗弟子脸面 我让你们没有脸 小子 你的对手是我 向哪里看呢 不过这时 耳边传来了罗师弟都怒吼声 他身躯化为一道金光已经杀来 一拳轰杀向了沐风 拳中金光凝聚 拳忙宛如实体 这一拳 已经瞬间杀来沐风十来米远 轰 这一拳狠狠轰击在了沐风的防御护体径上 不过离沐风十米远的时候 罗师弟都拳头宛如撞击在了一股无形的海绵上 确实不可前进一步 什么 罗师弟大惊 怒吼一声 体内的原力涌动而出 继续催发这一拳的威力 呼呼 场上 狂暴的能量不停冲击着沐风防御 可是就是没有办法接近沐风一分 这家伙 防御器竟怎么这么强 其他人见这一幕心中也是惊然 沐风平静望向了罗师弟 随后抬起了自己的手 轰隆隆 躯空中 雷霆凝聚 火雷滚滚 凝聚成了一道赤红色雷霆神印轰落而下 大千雷神印 下雷神印 轰隆隆 下雷神印席卷而来 蕴含可怕的焚仙雷厉 金甲天罡 罗师弟大吼 体内爆发出了一阵金光 凝聚成了金色铠甲 防御力强的不只有你 我的先级金甲天罡已经修炼天鹰圆满 可抵挡12倍的攻击力 罗师弟冷笑道 硬看目封这一击 可是随后他立马傻眼了 天刚近期没有抵挡住下雷神印一分 瞬间被狂暴焚雷之力摧毁 轰击在了罗师弟身躯 虎雷轰炸 轰轰轰 啊 罗师弟惨叫 金甲碰得一声破碎 身躯被轰飞白米滚在地上 全身一阵焦黑 可惜 你和我的差距又岂是区区的十二倍 目封淡默说道 目光随后望向了那柳焰 罗师弟也如此轻易就败了 这家伙 好强的攻击力 能打破金甲天罡防御 也就是说这家伙的攻击力在罗师弟的十二倍之上 上宗弟子们一阵惊计 望向目风的脸色瞬间凝重了起来 柳焰脸色也微微难看 望着目风 你起了眼眸 目师兄好样的 目师兄你最帅了 啊 八方万象宗弟子们兴奋大吼 目光崇敬望着目风 之前说虐我宗弟子如狗 现在 我打了两条狂妄嚣张的狗 还有人乱咬人吗 目风淡默说道 要打脸吗 风对一向是行家 这小子也太狂了 一众上宗弟子们咬牙 不过还真没人说什么了 毕竟 能一击打破罗师弟金甲天罡的防御户 这攻击力已经不是大多天鹰境界后期弟子可比 众人将目光望向了六名弟子身上 这六人 都是上宗六脉天鹰弟子之首 皆是天鹰境界巅峰修为 而刚才的柳焰 是上宗遇见先锋的天鹰境首席弟子 有意思 有没有师兄弟愿意出去录两首 一名魁梧青年暴毙而立 但笑说道 五人都不约而同地望向了柳焰 刚才被打的柳须 可是柳焰家族的弟子 柳焰面色冷峻 果然握着剑 化为一道青红落在了万象天台上 双眸犀利如剑 冷漠望向了目风 目风淡漠望着柳焰 之前说我不配和你动手 现在怎么站出来了 脸呢 被狗吃了吗 不错 你的确有两分实力 不过 也仅此而已了 一剑 一剑拜你 柳焰冷烈道 体内雄厚的剑圆力涌出 虚空中剑一惊销 凝聚剑气狂风 滚滚剑圆力覆盖空域 有莲花虚影 这柳焰修为赫然有天鹰境界巅峰小城之境 剑意也达到了通玄大城境界 柳焰大哥 一定要好好教训这小子 被打的鼻梁塌陷 一脸写的柳须大吼道 有意思 宗门内竟然还有这样的天才 他修的雷法 是雷霆垫弟子吗 黎平祖师在万米虚空中 望着下方目风问道 不 他是叫目风 是我黄吉一脉弟子 自创的雷公修行 而且如今脱离了宗门 自己建立起了一方势力 清黎子笑道 不 自创的雷公修行 黎平眼眸中露出了惊讶神色 此子的确不错 是一个好苗子 宫连祖师也点了点头 他也是出自下宗 看见下宗一脉能出好苗子 他心中也是高兴 如今仙界万象仙宗 虽然宗门仙人门是下宗创建 不过不得不说 上界的仙人如今是比下界非生的仙人是强 上界的人天生修士 修行天赋天生比下界高 一剑 巧了 对付你 我也没想过用第二剑 木峰手中古煞浮现 弹了弹剑风淡莫道 柳燕一剑木峰手中秀姬斑斑的古剑 眼眸中木火大起 这家伙 竟然用一柄废剑和自己对招 李在找死 柳燕低吼 这对剑修来说是极大的侮辱 他一步踏出 手中零剑凝聚八方涌出的剑原力 凝聚成了一朵百丈剑连 清连剑绝 柳燕长笑 剑连中爆发射出了一道千米剑红直冲木峰 蕴含可怕剑翼 剑气所过之处虚空破碎 第1620章 墨压君王 千米剑红 直径百米爆砂而来 剑气浩荡 这一级的攻击力至少是普通天鹰境界后期强者的十数倍之多 木峰体内万劫雷元力同样咆哮而出 粉仙雷力伴随雷元力化为了剑气风暴 凝聚剑中化为了一道龙卷剑柱沙发而去 暴风剑柱 轰两道可怕的剑道神通轰击在了一起 狂暴的剑气四方 相互冲击 相持不下 这家伙 浩强的元力 柳燕心中为惊 低吼咆哮 不断催发剑红冲击暴风剑柱 砰砰砰 结果 暴风剑柱真有着承受不住 被碰之处开始爆破 被压制 这只是开头而已 天极风雷 荣 木峰低喝 体内 一股青涩的天极风雷之力涌入了暴风剑柱中 砰 暴风剑柱威力一瞬间又提升了数倍不止 本来压制的暴风剑柱爆发青涩雷光 反压而上 轰 轰 轰 柳燕的青莲剑红暴碎 暴风剑柱一瞬间势如破竹一般 狂暴轰击暴碎青莲剑红 瞬间击溃 什么 不好 柳燕大惊 暴风剑柱反压冲击而来 气急一瞬间锁定了它 给我护 柳燕大吼 剑中爆发剑原力 剑原护体 抵挡轰来的暴风剑柱 轰 可是一瞬间 剑原护体瞬间破碎 暴风剑柱冲击在了柳燕身躯 沐风连忙收了大半原力 啊 柳燕惨叫 身躯被轰飞 体表被撕裂出了一道道剑痕 鲜血淋漓 被轰飞下场 沐风淡漠收剑 而此刻全场寂静无声 无数人震惊望向了沐风 上先宗的弟子们也是张大了嘴巴 眼眸瞪的老大 望着柳燕被一箭击飞 柳师兄竟然败了 怎么可能 这 这小子天鹰境界后起小城境界 竟然可以击败柳燕师兄 这这这 柳燕大哥 上宗弟子一阵哗然 那柳须眼眸也是瞪的老大 望向沐风的眼眸中已经多了一丝惊恐 其他上宗五卖天鹰首席面面相续 眼眸中也是露出了金融 眼眸中都多了一丝凝重和忌惮 这家伙 牧师兄威武 万象宗弟子们大吼 眼眸中尽是崇拜 牧师弟成长太快了 如今可能我们都不是他对手了吧 雷霆店主正月也是震撼说道 其他名风主也是惊叹点头 不吃 不可能 柳燕吐了口鲜血 望着沐风怒吼 不愿意接受这个结果 同为同宗 下宗弟子就低人一等了 以后 希望你们嘴巴放尊重点 不是没有人治不了你们 若非同宗 刚才那一件我不收功力 你连在这里叫嚣不可能的命都没有 沐风望着柳燕冷漠道 收了剑 转身淡漠离开 望瞭望那些上宗弟子们 平静而冷漠 没有任何重视 牧师兄 牧师兄 万象宗的弟子们激动望着沐风下台 纷纷恭敬让开一条道路 哈哈 好 好 天纵之才啊 离平大笑出声 阿清 此子这次回宗 我要带去上宗修行 宫连祖师望着沐风 仿佛看见了一块西式珍宝了一般 祖师 沐风已经答应我们一脉去参加选拔了 清离子苦笑道 糊涂 如此天才应该先收入我宗内 培养其感情 再放弃发展才是 李平也叹道 呵呵 放心 这小子虽然实力天赋都很强 不过恐怕很难入先帝门下 这一次先进终极大家族都派顶级天英弟子下界了 还有我宗狂生他们 天英境界巅峰大城的天英境界弟子就有了十多人 沐风恐怕还争不过他们 宫连祖师笑道 不一定就看选拔弟子的内容是什么了 不一定是武斗之类的选拔啊 李平皱眉道 清离子见自己师父和宫连祖师都如此重视沐风 心中也是高兴 他也是真心希望沐风能走得更远 飞得更高 沐风回到了以前居住的地方 故地重游 一路上还遇见了以前的不少故人 沐风游历了一番 无视之下去了遇见风的万剑林中修行 若是那什么弟子选拔开始自然会有人通知他 大陆上风起云涌 许多仙家势力下凡而来 不过因为这大陆是刘宇先帝诞生的地方 也没有人敢在大陆上乱搞破坏 普通修士们根本不知道什么仙人下凡消息 除了一些大宗弟子或是天鹰境界层次的圈子中知道消息 天鹰之下的人都没资格知道此事 实力等级的不同 分化不同的圈子 接触的消息 资讯 人 也不同 好比赋人们谈论关心的什么 你我穷屌丝永远不知道 除非能超越自己 达到人家的水准 进入那个圈子 一月之后 古仙城中 通隆隆 古仙城上方 虚空裂开巨大缝隙 一道道仙光从中射出 赫然是古仙秘境被打开 而古仙秘境中 一道道身影从中飞出 不下百人从中飞出来 每一人 都是仙光缭绕 身上涌动结仙之气 还有一人 生得恐无有力 身高八尺 双眸中缭绕神光 一身黑袍裹体 体内蕴含可怕的能量 他一出现在大陆空间 周围竟然有一股天地倒立 压着他的修为 似乎让大陆的大道规则 都为之忌惮 而他身旁 有一名青年 面容英俊 身负一杆战枪 轻衣烈烈长发飞扬 他的座下还有一头 肆意灵兽 散发可怕气势 古仙城主李牧 拜见各位仙人 屈空中 一名男子破空而上 对这些人恭敬道 你 就是如今古仙城主 先帝陛下的家族分支之人 那黑袍男子问向了李牧道 李牧家族为何能掌管古仙城 李家还是刘宇先帝家族的凡俗族人 当然 只是庞系分支而已 刘宇先帝的真正族亲 多少万年前就被揭去了仙界 没错 晚辈正式 李牧恭敬道 嗯 无奈陛下坐下八大君王之一莫押 这一次奉陛下之命来接传承弟子 顺便招十个天鹰弟子入宫修行 你宣布下去 凡是三百岁年龄下的天鹰境界弟子 皆可来参加弟子考核 考核时间 一月之后